大印国皇帝秦玉 少年诚俗帝位 虽为九五之尊 但外有敌国苦恃担担 内有太后垂怜听政 朝臣多有一心者 处境颇为奸 大印后宫中有嫔妃十数人 艳兽还飞 但秦玉丝毫不尽女色 从未照任何一人士气 连身边族室的都只用太监 绝少功夫 不过不要担心 我们秦大帅哥并无性别任职障碍 只是专注博士 一心要阔清朝政 保境安宁 做一代明军 皇上 您都披了一整天的奏折了 要不歇一歇吧 小的让人准备好了玉池 就等着您梦一个礼了 嗯 这是荷欢伞 你拿着 皇上平日为国事操劳 没有体验过男女之间的滋味 你给她下一点这个药 就能成为她的第一个女 到时候 皇上实随之位 就会对你另眼相待 这皇后的位子 自然也属于你了 严一被太后选入宫中 很快便封为荣妃 她一心想要得到蠢性 成为皇上的第一个女人 居然想要给秦女下春药来打成墓 福林把东西给我 是 参见皇上 这是太后娘娘赐的贡梨汤 让臣妾给您送来 waterfall Glorzže 写 消灯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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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车你出来 爷爷爷你这个坏语人 不会真的又春样 把我晴雨给睡了吗 我也刚看到这篇文章呀 小晴书鬼就这样被拿下了 果断气数不看 大家放心 这个演绎呀 就是一个炮灰笼套 下药的指动 根本逃不过晴雨的发言 下一张就被打性冷宫 然后他的父亲严大海 为了救他 阴谋害过 后来被晴雨发现之后 满门抄斩 阎依依也被刺三尺白铃 吊死于冷宫之中 虽然被剧透了 但听着心里就舒服 作者大胆 我这就去打赏你一万块钱 一万块 一万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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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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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col 娘娘,您醒了。 这是哪儿啊? 这是华清池啊,娘娘。 您刚刚怎么就突然睡着了? 华清池? 娘娘! 哦,是我白天赶搞太投入了,晚上连做梦都在小说剧情。 我可真是模范马自过,勤劳担当啊。 娘娘,您说什么呢? 哦,没什么,哇。 爷姨,你可以啊,这梦还挺敢做的。 小说又是真能拍成这样,可得费老鼻子钱了吧。 哇,哇。 不错,果然有皇家的奢华气象。 既然梦得那么真实,那我就好好看看。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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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见眉心目 纯红不白 和我想象中的男主角 一模一样 皇上还在屁室 怎么回事 可思诗的梦了 但真的好帅啊 胸肌好像也很发达 进宫这么久 还不懂规矩 我这不是怕一会梦醒了 就摸不着了嘛 别害羞 我就摸一下 梦你都不让梦 真小气 看 放肆 来人 给朕拿下 不行不行 下次就变成恶魔了 娘娘 白白的您嘞 今儿小了 娘娘 西北 捷报连连 哀家不得不承认 秦玉还是有一些能耐的 娘娘 照此情形 皇上收复西北十六州 看来 已是大有可能之事 当初秦玉要北伐 哀家是极力反对的 现在 他不断光复旧土 威望连连上涨 再这样下去的话 哀家恐怕也压不住他了 不错 看来 我们将荣妃 打入冷宫的计划 要尽快完成 兄长放心 哀家早已安排妥当 现在 只要荣妃被皇上打入冷宫 我们就立马可以实施 下一步计划 属下救驾来吃 请我皇上受罪 他没事 就是晕过去 把他弄醒 是 你跟朕过来 是 你确定亲眼所见 荣妃在汤里下了东西 属下亲眼所见 我这 是春耀 娘娘您醒了 娘娘 娘娘 娘娘您醒了 我怎么还在这 我进入到自己的小说剧情里了 我刚好穿越到了这段剧情里 我的供临涛呢 我进入到了自己的小说剧情里 完了完了 这里就是华青史啊 我剛好穿越到了這段劇情 我的貢力湯呢 在那邊 啊娘娘 娘娘 哎娘娘 這湯你不送了 送個屁呀再送小命都沒了 容非 這是要去哪兒啊 啊 皇上正午繁忙 臣妾就不打擾了 你不是要送湯嗎 湯呢 啊 湯已經涼了 我去給你熱熱吧 不必了 天熱 認靜一下 涼湯上味啊 皇上不能有所容體啊 無妨 一碗湯而已 承上來吧 不行 他才不是真的想喝湯 是想拿到醉者把我打進冷宮吧 容非 你想抗旨嗎 都怪你把你所造的正規嗎 真難產 行 藥喝給你就是了 你真難過 這 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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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了 我这笨手笨脚 不在这待了 站住 容非如此美貌 怎会讨人闲呢 今晚 就留在这里事情好了 这家伙肯定是打起了药瓶的主意 好你个情 借口事情还不是想帮人赃兵货 我大姨妈来了 大姨妈 月事月事 容非娘娘 宫内诸位娘娘的月事 能再全都知道 宁可不是这两天 容非今日 先是举止轻抚 后又推三走四 是不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这家伙 装枪作势 真是浮黑 被你拿到罪程打进了 接下来可就是满门超展的剧情了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一定要保住我这条小命 皇上宠幸臣妾 臣妾高兴来不及呢 怎么会退三走四呢 我刚才只不过兴奋得有点过头了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你听着谁的声音 朕就知道 你又要娇容 那个 池边水都地滑 皇上也要小心 放心吧 朕会小心的 太过甜蜜 那的心额 你闪烁 我手中的光 为你 和美人都要小心 我谢和声 我恋的澄讯 祝你 他avez看 我爱你 你将来 你只不过 皇上 侍寝吧 你说呢 皇上有旨 今晚荣妃娘娘 华清宫侍寝 皇上有旨 龙体不适 送荣妃娘娘回宫 皇上 就这么放荣妃娘娘走吗 离堂已洒 罪证也消失了 留下她又能如何 可 可她居然在皇上 您的饮食中动手脚 实在是应该 助她组足啊 她仗着太后宠爱 一向不守规矩 可朕没有想到 居然给朕下春药 而且还 这个女人 让朕找到机会 定将她打入冷宫 太后娘娘 华清室那边来消息了 怎么样 荣妃被皇上打入冷宫了吧 没有被打入冷宫 好端端的从华清室走了出来 皇上那边也风平浪静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怎么可能呢 你去把荣妃叫过来 哀家亲自问她 是 老奴见过荣妃娘娘 王嬷嬷 什么事劳烦您正晚了亲自过来 荣妃娘娘 您知道 太后和您虽是远亲 但一直跟您特别投缘 一时半刻不见啊 就特别想念 专门让老奴过来 请您去陪着聊天解闷呢 太后一直把颜一当傻子利用 我可比谁都清楚 书中颜一被打进冷宫 就完全是她的设计 可得小心应付 臣妾 给太后请安 平身 坐吧 谢太后 宇文太后 老谋深算 连秦凤黑那家伙 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斗赢她 堪称全书第二难缠的角色 我可得小心应付 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今日 你给皇上送去的贡梨汤 皇上 没有留你师寝吗 啊 那个 华青池水太多 地太滑了 我一不小心 把贡梨汤全洒了 洒了 是啊 要不是这贡梨汤洒了 我现在不应该 再给皇上事情吗 怎么还有空 陪你聊天啊 那也罢了 明天 再给送去一次 太后 其实我不用 给皇上下药了 他已经看上我了 皇上看上你了 当然 我这不 没给皇上下药 他也让我试寝来着 只是他突然身体有点不舒服 这才责罢的 皇上还让你试寝 嗯 先真万确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可以去问他身边那个小太贤 你知道 他可以作证的 真的不用下药了 他都看上我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都说穿越者能混得风生水起 走上人生巅峰 我怎么穿越进自己的小说里 活得这么累啊 应付完皇上 应付太后 前有狼后有虎 个个都想把我整进冷宫 不过 就算你们一个比一个难对付 但我可是这个小说的作者 凭我对你们的了如指掌 一定不会败给你们的 可是他们都是千年老狐狸 也别跟他们玩什么聊斋了 我还是赶紧想办法回家吧 我去 这什么情况啊 你没有被打入冷宫 改变了角色原本的命运轨迹 导致了剧情冲突 将被抹杀 恢复性冲突 谁在说话 谁在说话 出来了 出来 谁啊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啊 我还想活呢 你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机会 倒也不是没有 你必须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 重新进入冷宫 恢复原主的命运轨迹 这样才能避免被抹杀 顺便告诉你 在冷宫待满一百天 你就可以离开这里 重新返回现实时间 总算说了个好消息 我可是这个小说的作者 我想进入宫 那还不是轻而易决啊 实不我待 请快行动吧 干碧 草草荠荠荠荠子 千万公司 就是肴巨大人 穿燃 荣妃娘娘离开华清池不久 太后就派人召见她吧 可是 她们具体聊了什么 手下就不清楚了 就算有太后撑腰 朕也绝不顾喜 一旦抓住真凭诗句 定将她打入冷宫 是 皇上 皇上 荣妃娘娘求见 说是要给您呈上一份认罪书 这言一一 因贪图皇上美色 毁迷心窍 在贡离汤内下入春药 试图和皇上一夜春香 此事厚颜无耻 罪大恶极 臣妾特首输一封 向皇上认罪扶伐 请皇上从重惩罚 皇上 你又想跟朕玩什么把戏 皇上 我 臣妾可是真心实意来认罪的 你以为你主动坦白 以退为进 朕就能饶过你吗 不要饶我 千万不要饶我 臣妾犯的罪 性质极其严重 影响极其恶劣 罪无可恕 请皇上按照公规 将臣妾打进冷宫 你要朕将你打入冷宫 皇上 犯作受罢天津地 请皇上将臣妾打进冷宫吧 好 如此诚心认罪 不给你个机会 倒显得朕小气了 你之多 在 传旨 送容飞回宫 皇上 这容飞娘娘既然都主动承认了 那您为何不索性 把她打入冷宫啊 她昨日想要千方百计 销毁罪证 今日却上门主动认罪 前后态度久异 你们不觉得有诈吗 属下确实觉得有些奇怪 虽不知她目的 但朕知道 她一心想要进冷宫 那朕就偏要反其道而行 皇上英明 娘娘你看 是 哼 哟 这容飞位分不高 架子倒是不小吗 这给太后请啊 居然比本宫来的还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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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也不容易啊 以后少吃点辣的啊 哎 你怎么知道 你在说什么 那么你奇吗 娘娘 我们快走吧 急什么 等人呢 还等人呢 一会儿丽贵妃飞过来 会找我们麻烦的 我等的就是这个 贵妃娘娘 你 叫福灵是吧 是 本宫有些乏了 过来 帮本宫揉揉腿吧 你自己没师女啊 啊 本宫没听错吧 一厢最不把下人当人看的容飞 居然还体贴起一个小侍女来了 好啊 那本宫不用她了 你来 贵妃娘娘您息怒 奴婢设就给您啊 你 你没事吧 我奴给你主子说话 没事 哪有你插嘴的份儿 我本来还有点下不去手 现在看来 真是毫无负担了 哼 你想干嘛呀 本宫警告你 以下办上 那可是大罪 罪不大 我还不打你了呢 哼 我 啊 自立妃的伤 是你干的 对啊 是我干的 何有缘由 没有啊 我就干他不少 容飞 诶 正罚你 回宫禁足三日 啊 皇上 这后宫以下办上 最亲也该打入冷宫邮寄三个月 怎能如此而戏啊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 再多加时间也可以啊 小城大戒 禁足三日 足够他烦醒了 皇上 不可啊 皇上 不可啊 我这个人比较名顽不灵 要是这次发青了 我下次还敢 下次的事 下次再说吧 皇上 皇上 三四啊 真意已决 跪下 臣妾告退 皇上 你的三四里下吗 怎么 你还想抗旨不成 下去 容飞娘娘 这可是皇上最心爱的花瓶 这要摔碎了 皇上可是真要生气的 最心爱的 我来帮你放吧 皇上 那是朕最心爱的花瓶 来人 把他打入冷宫 是 是啊 我们就在这种地方过好日子啊 公公 咱们能不能换一间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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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开门啊你们 又不是别走啊你们啊 哎呦 哎呦 开门啊 你们 皇上 您不是说 不打算惩罚容飞娘娘 要掌握主动吗 怎么 你觉得区区一个花瓶 让朕丧失了判断力 属下不敢 这容飞啊 千方百计想要进冷宫 说明这冷宫之中 有对他极为重要之事 朕决定 顺水推舟 带他进入冷宫之后 暗中观察 朕倒是要看看 到底为什么非要进这冷宫 皇上英明啊 你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如有不对 及时来报 是 皇上 那 这这这花瓶怎么办啊 放了吧 公公 这回来的是哪个宫里的娘娘 管他哪个宫里的娘娘啊 这是要进了咱们这冷宫 你再受宠也没用 哼 恭喜你成功被打入冷宫 回到了剧情正轨 被抹杀的风险暂时解除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暂时啊 你一旦出了冷宫被抹杀的风险依然存在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出去的 你的冷宫百日倒计时已开始 哼 这就开始了 哎呀 还有一百天 我就能回家了 百日之行 始于足下 祝你好运 嗯 娘娘 这地儿太破了吧 这怎么能住人呢 哎呀 没事 破就破点吧 找人打发子就好 自己来 大咱 你怎么跟娘娘说话呢 哟 还拿自己当主子呢 拖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这你们都不懂吗 哎 你叫什么名字啊 咱家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人称 六公公 小六 冷宫看守太监 小六子 什么小六子 哪叫六公公 是是是 六公公 九养大名啊 哦 对了 你缝在被褥里那些珠宝 首饰 叫做好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但是那些丢了宝贝的贵人们 要是知道了 两天小生病 小的这么做 都是有苦衷的呀 我知道 你有个八十岁的奶奶要养 但是宫里赚的钱太少了 也迫不得已 才养成这个坏习惯 这你也知道 我知道的 还多着 还有啊 还有 娘娘 求娘娘帮小六子 保守秘密 保守秘密可以啊 只是 明白 还便给我擦干净啊 那边扫地的 给我使劲扫 都别给我偷懒 手脚给我麻利了点 这要是发现秘密会成 小心我打你们试问啊 点放点放别给我可坏了 娘娘啊 您是这么知道人家的命意的 你不懂 这就是坐着的力量 哎呀 趁冷宫收拾完了 比荣非公爱舒坦 嘿嘿嘿嘿 娘娘 两床被子我都让他们拿去洗了 这个日头可好了 晒一晒晚上就能用 那辛苦六公公了 有有有可不敢可不敢 娘娘混我小六子就成 太棒了 娘娘 这是您的午膳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 粥 粥你个头啊 哪有这么细的粥 故意的吧 你们这管饭谁啊 混娘娘的话 管事儿的 是牛公公 牛得医 职业 老胎 诗词歌父 狂热爱好者 有办法了 老牛什么时候会来这儿 混娘娘的话 牛公公身负巡查冷宫之责 每日深时三刻 都会从此经过 接下来 你们都听我的 嗯 和日当母 汉笛和下母 随之传宗康 一离七夕 哎呀 尊年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这怎么来来回回的 就这两句呢 上半圈呢 春年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见过牛公公 这位是 老奴牛得医 见过荣妃娘娘 牛公公啊 幸会幸会 娘娘这是 我这不站在冷宫里 也没什么事做嘛 就读了几首诗 带他们一起念一下 牛公公见笑啦 牛公公见笑啦 娘娘真是太谦虚了 刚才老母在外面 听到那首 除河日当舞 虽然字句平实 却寓意深刻 绝妙非凡呢 不过这个 处处闻啼鸟 可有下半圈 公公你来得正好 这下半圈 我刚想好 听听啊 听听啊 夜来风雨生 花落之多少 如何 哎呀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尿 夜来风雨生 花落之多少 上半却西春 下半却西春呢 爱极而起 西春就是爱春 妙啊 我那里面还有几首 您要是有兴趣的话 帮我品鉴品鉴 妙啊妙啊 这才叫诗啊 妙啊 这才叫吃啊 公公 该回去了 你看啊娘娘 这一时没注意啊 打扰娘娘这么长时间了 实在是罪过 罪过呀 没事儿 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 以后常能坐坐 娘娘也请放心 老奴下次来 也绝对不会空手呗 啊 不对啊 我在冷宫 活不到一百天 颜依被打进冷宫 是六月初一 九月初十 颜家满门抄斩 颜依也被刺死在冷宫之中 可是 我穿越过来那天 是六月初一 那天我并没有给情侣下药 后面又耽误了好几天 今天都已经是六月初五了 书官 你出来啊 你在冷宫待了十二小时二十三分 神语时间九十九天十一小时三十七分 那要是我在冷宫活不到一百天 就被人杀了呢 那就游戏了喽 两个世界中都不会再有你这个人 娘娘 娘娘 哎 你不能做一代笔 福利 笔墨次好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是 容飞在冷宫里边 不但吃好睡好 还搞起了以师会友 跟牛德衣相谈甚欢 皇上 属下心眼所见 句句属实啊 他哪有那个本事啊 你要说他能收服几个宫女太监呀 朕还相信 写实 大字不识几个孝 皇上 属下听的那叫一个真真切切啊 哦 我还特意抄录了一份呢 皇上 您过目 好 好 好 楚河已当 汉帝何下土 什么乱七八糟 喂六搞白痴 首可摘性痴 狗屁不通 这也叫诗 皇上 属下 字字都是亲耳所闻 绝无差所闻 壮情总是 继续监视 如有情报 继续来报 是 这封信你送出去 你一定要亲手送到我爹娘手里 听到没 娘娘放心 来 你 堂上 没张眼啊你 堂上吧 该不是想偷吧 亮你也没那胆 敢偷你六爷爷 哎呦哎呦哎怎么又是你啊 别冲我两回啊 不易的吧你这是啊 哎 还好还好 哎 别转了 你到底想没想到救女儿的办法呀 你女儿有下这么大的祸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女儿 难道不是你女儿吗 难道不是你女儿吗 是是是 我女儿 那你还不赶快想办法 要实在不行 咱送点钱得了 别人家的儿子女儿犯错误 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依依现在惹的可是皇上 你觉得皇上 会差你那几个小钱吗 你 你敢吼我 你敢吼我 我我我没有啊 我 吼你个颜大海 你办法想不出来 你 你就少拿我撒气 现在女儿救不出来 相公我也不要了 哎呀哎呀 死人息怒 息怒啊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啊 得赶紧想办法 就女儿要紧啊 嘴 是我错了啊 别哭了 别哭了 老婆 要实在不行 我去求求太后吧 毕竟我两家还是亲戚 人家丽贵妃 可是太后的亲侄女 就你这种远房表心 能管啥用啊 这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你倒是想办法呀 我有办法 爹 娘 凤夕 他已经点好八十精锐家丁 随时可以杀进冷宫 把姐姐救出来 嗯 好计策 你们几个先下去 把门给我关上 是 还是啊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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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救你姐 只要把我们严加冲突 全都拿进去 算了 我还是去求求太后吧 让她看在亲眷的份上 能开开恩 老爷 进来 老爷 宫里边的公公来信了 他说 是帮小姐送的 滚 我 就要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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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一百天 都要离太后远远的 皇上 信的内容就是如此 朕就知道 这背后没那么久 看来是太后在背后操纵 这严大海是出了名的爱你如你 得知女儿出了事了 她会千方百计把你们救出 但她不可能来求证 所以太后 就成了她唯一的救命到此 严大海 她是傅先锋押粮官 负责为西北前线押送粮草 皇上 难道太后 要对前线的粮草押送 做手脚 这容非主动入路 明明是在配合太后 可为何又要记心 叫他爹不要求情 还有他着重强调的一百天 究竟是何用意 这女人 真是让朕看不透 严密监视太后丞相 严大海的动向 秦玉呢 她只是个数字 你是先皇嫡出的皇子 这皇位 本身就是属于你的 现在哀家为你准备着 可是你自己也要争气着点啊 回母后 儿臣只对着吟师作词感兴趣 对着朝政大事实在是没有兴趣 既然父皇已经传位给皇兄 那儿臣就做一个逍遥王爷 恪守本分 已经很满足了 你是说哀家不守本分吗 母后误会了 儿臣没有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了 你一直帮着秦玉说话 你要知道 当年要不是她暗中谗言 你父王怎么可能疏远我们母子俩呢 父皇也许有父皇的道理 你 是儿臣不孝 诱人母后生气 时候不早了 儿臣告退 你 你 王爷 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我想四处去转一转 快点儿 快来啊 快快快快快 过来 小心小心小心 小心小心 真历朝历代 冷功皆是哀怨其苦之地 悲喜之声常人 如此欢快热闹之声 本王倒是头一次见 来来来可以吃吧可以吃吧 等一下 对吗 开饭前 我们有请娘娘为大家说两句 好 那我说两句 你们也都知道 我在外面犯了点事 惹了皇上 所以被打进冷宫了 不过这也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冷宫后宫都是宫 在这我们日子 让我愿意过 还要争取比外面弓得更好 可以吃 王爷 这什么好吃 这话语间稀闹喧哗的 哪里像冷宫啊 简直成了酒楼饭馆了 冷宫秩序何在 也没人管管 飞流直下三千尺 仪式银河 落九天 哈哈 妙 妙啊 哈哈哈哈 公公 为了几首诗 咱们这么纵容优待 荣妃娘娘 是不是不太好啊 你懂什么 这几首诗啊 到外面价值千亿 荣妃娘娘为什么轻易的 就这么预料我 那是因为和老夫一见如故 那岂是能用挤着饭来衡量的吗 干杯 干杯 来来来 玩上去吧 来来来玩上去 棒子棒子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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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真好 这位荣妃娘娘着实惊世汗俗 不过 和传闻中的蛮横 倒是不大一样 好 看我 那 颜依依 颜依依 你给我出来 别 来来来来 怪什么怪啊 来来来 谁 大大颜依依 见到本宫居然不跪下 你这是以下犯上 怎样 你要把我打进冷宫啊 哦 我已经在冷宫啊 那你猪鼻子插大葱 撞什么相啊 你 你居然敢卖本宫是猪 你 好啊 你个颜依依 在本宫你还敢大鱼大肉 成何体统啊 怎样 是你规定冷宫不能吃大鱼大肉 你 你这是强词多理 来呢 把冷宫总管太监给本宫叫过来 本宫倒要看看 他如何处置 回娘娘的话 这些食材 都是冷宫总管 牛公公送过来的 什么 我和老牛一见如故 人家怕我饿了 给我送点吃的 怎么了 你在这母鸡肤小鸭 多管什么闲事 你 你们 母鸡肤小鸭 多管闲事 这人有趣啊 说的话也有几分意思 打仗你不是对手 吵架你还吵不过我 你哪儿来的 回哪儿去吧 好 最后你住你的贵妃宫 我住我的冷宫 精水宽河水 哼 笑话 你一个被打进冷宫的人 本宫还收拾不了你了 哼 来人 都不许欺负我家娘娘 哎没事 我这身体本来就是我 况且我还练过伞哪儿 谁怕谁啊 哎呦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啊 给我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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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奶奶好棒啊 给我把私利打 快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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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传 今天 桀利人帅 他还真挺帅的 胭王殿下 您怎么来了呀 本王经过此地 恰好听到里面的动静 所以想进来看一看 贵妃娘娘 您这是 啊 王爷有所不知 这荣妃娘娘以下犯上 他不知悔改 还太多仓可 所以 本宫就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训 阅 原来如此 不过 这荣妃娘娘犯错 被打入冷宫 已是成功 可是贵妃娘娘您动用私刑 也是违反宫规的 若是让皇兄知道 可是要降位分 也要被打入冷宫 这一点 贵妃娘娘您不会不知道吧 多谢王爷提醒 本宫自然知道 今日看在王爷的份上 本宫就放你了 圣旨到 这么热闹吗 皇上有令 荣妃娘娘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荣妃严氏 贤良淑德 勤勉紧让 即刻提 千出冷宫 钦此 什么 恭喜娘娘 您可以从这出去了 请吧 不行 要不你先刷 李公公 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这颜音音以下犯上还打碎了皇上最喜欢的花瓶 这怎么才被关进冷宫一天就给放出去了呀 行 母下 她那破瓶子我都打算一千八百九十片了怎么知道也得关我一百片呢 就是 皇上对娘娘宠爱有加 区区一个花瓶 那比得上娘娘能在皇上心中的分量啊 这么正方的话都说出来骗鬼呢 这秦妇黑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不行 我得想办法 可这颜音音非但不知悔改 她在这冷宫 大鱼大肉 还唱歌跳舞的 这分明就是 没有把皇上的惩罚 放在眼里 对对对 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 我思想态度这么不端正 怎么能就这么放我出去啊 你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借我参考一下呗 你什么意思 哎呀 你别误会 我们现在是同一个战壕的 谁跟你同一个战壕了 要不 我再打你一顿试试 你有病啊 哎呦 两位娘娘别吵了 皇上圣旨以下不容更改 否则就是抗旨 荣妃娘娘 您还是随奴才出去吧 抗旨就抗旨 反正我不走 既然这样 那奴才就得罪了 嗯 你要干嘛 哇 看看我 我不懂 啊 荣妃娘娘 您这是何苦呢 您回自己宫里 不比这冷宫舒服呀 你不懂 奴才确实不懂 看 来一起用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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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妾炎一請皇上收回成命 只若是換了別人能出冷空 早就對朕感恩的 怎麼到了你這 卻一點也不領朕的情況 我領的領的 但我這不是最念深重嗎 孩子在冷空改造改造 這麼早就放出來容易危害社會啊 正貴為天子 金口玉眼 豈有著令西改的道理啊 那你昨天才把我關進去 今天就放出來 不一樣是著令西改啊 嗯 啊我是說要不您再考慮考慮 真意已決 你若沒別的事退去吧 不行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我 又如何 我我就喝了這種溫馨劍 就好了 我 你 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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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反正我纏黄了身子很久 你要是不把我关清冷宫 我就天天给你下春药 你 你要干嘛 不许乱来啊 缠阵的身子又何须下药呢 就让你给阵事情好了 你 你等一下 春宵苦短还等什么 皇上 您平时礼万机已经很辛苦了 保重龙体要紧 沉迷没色 不好 不好 朕就是平日礼日的万机 才收获了对后宫的照顾 今天刚好可以补偿爱妇 不行不行不行 我来大姨妈了 朕若没记错的话 上次在华清池也是这一句 荣飞这月事来得倒是勤快 我这不是冷宫住不惯吗 内分明失调了 那这冷宫也并不像荣飞说的 哪般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 那这冷宫如飞是禁还是不禁 我不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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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禁了不禁了不禁了 不禁了 荣飞身体抱恙朕也不强求 这失谨一事就改日在意吧 对对对对 改日改日 皇上时候不早了 我先走了 离职多 农才在 你职 荣飞身体抱恙 特责 回家省心三天 已做调养 是 乖乖 你可担心死为娘了 哎哎 闺女刚回来 苦苦啼啼啼想这个话 哈哈 嘿嘿嘿 闺女一路上辛苦了 来来来 进屋 对对对 哎 哎 浪着干什么 走啊 嘿嘿嘿 嘿嘿嘿 进屋 进屋快快 来啊 把你的蛆蛆拿出来 你可别后悔啊 嘿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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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儿你傻赖 我有吗 我跟你说啊 我的小鸡名就叫蛤蛤 颜儿 你找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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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怎么了 小姐回家醒亲了 什么 我姐回来了 哎 对不住啊各位 今儿就只剩下这最后一根了 要不你们明天想好了 姐姐最爱吃了离枝棒棒糖 哎哎 哎别抢了 别急别急 别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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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啊 你谁啊 凭什么是你的啊 对啊 我们这等了这么久 对啊 怎么 不服啊 不服啊 不服出去跟小鸡我干一家 哎 哎 哎 多吃点啊 你再吃点红烧石头 真热吃啊 闺女啊 再尝尝这个糖树鱼 该说不说 这两位对女儿可是真好啊 姐 姐 哎 哎 哎 炎尔 你 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没事 就是跟人打了一架 反正 我赢了 个兔崽子 成天就知道惹是是非 跪下 啊 好家伙 完美华原人设 啊 啊 闺女啊 先吃饭 嗯 我管她 快去 姐姐 嗯 姐姐 嗯 这是 你最喜欢吃的梨糕泡沫糖 过 就剩最后一支了 我帮你抢来的 嗯 早一个时辰啊 就差不多了 咱闺女明天一早醒来 就能吃上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如果不是为了女儿 这两位也不会被太后他们引诱 走上不归路 哎 说到底呀 其实都是我这个作者的问题 不过 既然现在我成了炎尼 就一定不会让他们重蹈覆辙 来 皇上 密蝶一传来讯息 明日就将抵达京城郊外 现以后我们约好了明日的时间和地点 你下去准备一下 明日出宫 可是皇上 你乃万斤之躯 此事还是交给属下吧 那密蝶 前夫西戎多年 为了保全 向来与朕单独的事 若非朕亲临 其他人一律也行 更何况 把手中情报置关中的 只要到手 我大印以西戎之战 便胜却在我 若能让我大印的将士少些牺牲 朕就算冒些风险 也算值得 可是 没有可是 相信你 姐 你啊 这外头比你宫里热闹多了 嗯 确实还不行 姐 你吃糖葫芦吗 行 来一串呗 行 来一串呗 姐 要不然你就先别回宫了 要这样 你要是一直在家的话 就能一直陪我玩了 多大的人 还要姐姐陪我 不过 要不是因为老公一百天的任务 其实在外面待着的确比公里强 但我要是不赶紧回老公 知道啥时候又要被谋伤了 不行 必须得再想个办法 姐 没事 走吧 姐带你下馆你去 走 好 你就以后少闯祸 然后多做一点好人好事就行了 听到没 好人好事 闯祸我擅长 好人好事 我不是没有经验吗 这做好人好事还要什么经验 祝人为乐呗 祝 祝人为乐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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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无理了 去去去去 没钱你喝什么酒 我走 我教你啊看好了 走啦 老头儿过来坐呗 来这一起坐呗 我啊 对过来过来过来 我可能是你 你走那边去去去去去去 嘿嘿嘿 姑娘 还是你一大方 那个店小儿 真是有眼不珠 他把我当乞丐 还要赶我走 乞丐 老头儿 你不就是乞丐吗 哎 怎么说话呢 给你他 来喝酒 喝酒 可不可以再来一杯 可以可以 哈哈哈哈 难得姑娘盛情款待 这酒 老夫也不能白喝 大家都是萍水相逢 来 我们再喝一看 哈哈哈哈 先喝一杯 哎哎呦 哎呦 老头儿 你不会喝醉了吧 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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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真丢人 不过 这个令牌倒是挺名的 哎 这是人家的东西 还给人家 薛道元 等一下 薛道元 人物薛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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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中的世外高人 医术绝点 医术绝点 人生最大爱的歌手 哦 这薛道元 姐 你认识他 我太认识了 呃 这可是我书里一个重要角色呀 小说里 他在六月六点前来到京城 刚好也是这一天 他遇到深重剧毒的男主秦玉 小说里 在六月六这一天 我们的男主角秦玉 遭受了一次巨大的生死危机 身重剧毒 危在乎 秦玉在逃走的时候 遇到了薛道元 薛神医 有惊无险地捡回了一条小命 甚至还和薛道元的女徒弟 一起的生情 抱得美人规 完了完了 这情妇黑是要被我亲手给害死啊 啊 老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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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就这么醉了 你还有很重要的使命呢 老薛 老薛 这样 你把他带到成熙山边小木屋里 那时还落脚地 哦 哎 姐 你怎么知道他住哪儿 你别问那么多 我写的我当然知道了 你的责任就是把他弄醒 我半个时辰之后过来找你啊 姐 那你去哪儿 叫火 皇上 这是属下 偷偷绘制出来的 西荣前线行兵不放途 西荣军主力的兵物情况 铸扎地点 以及粮草囤积之处 近在其中 梁 襟 将军主力的兵物 千架 要不敢 没 李 兵物 痞 不愿 如果 你 将军主力的兵物 不愿意 尽 有 六 天 快走 快走 老头 醒醒 老头 颜儿快出来 颜儿快出来帮忙 颜儿 姐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 你别问那么多了 帮我把它抬进去 快快快 姐 现在咋办啊 能咋办啊 脱衣服吧 别废话脱 好 算了我上辈子欠你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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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你干嘛呢 我救人呢 你不懂你出去吧 救人你 你也不能这么救 我跟你说了你出去 我 快出去放风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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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怎么办啊 我也不会解读啊 这老头也不行啊 咋办啊 我书里好像有写过怎么解读 找找去 睁开眼闭上眼那瞬间 誓言不变一片 是永远 若是青红一片 清风明月 与你许下余年 落空满前 山河前卷 痴长了缠绵 怎爱夜色清淺 灯下无眠 往事恍若云烟 回眸之前 很愿目就愿 滚下无眠 似练 尸达 我 您看您出去一趟 把自己上车什么样了都 我不懂 这是胜利的新章 昨日的事 查了怎么样了 回禀皇上 根据抓到的刺客照顾 他们都是来自西戎 是因为发现我们的密碟而尾随 但他们并不知道 西戎国行军不防图泄露的事 就阵的那位姑娘 可有下落 属下无能 暂时还没有查到 不过 河边木屋的那个罪汉 属下已经带回来审问了 但是 尚且没能问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只找到了 板块玉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唉 總算回來了 不行不能高興太早 我這冷宮還沒回去呢 這都來了一個禮拜了 冷宮才待了一天 還剩九十九天 這樣下去 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都怪情婦嘿 也不知道他回來了沒有 應該沒事吧 伏靈 你去問問皇上 他今天怎麼樣了 聽下面的人說 皇上好像身體不太舒服 身體不舒服 不應該啊 這老靴的方子 應該沒問題啊 不行 我得自己去看看 皇上 容妃娘娘求見 容妃 她來幹什麼 說是來給您請安的 但皇上您容體未欲 要不 小的打發娘娘回去 不必了 她是替太后打探消息的 叫她進來 是 皇上 容妃娘娘到了 臣妾見過皇上 容妃剛省親回宮 就來見朕 所為何事 我這不是聽說你身體不舒服嗎 就來看望一下 朕不過風寒而已 她一開了藥 休息幾日就好了 容妃不必擔心 裝 繼續裝 還風寒呢 皇上 我 您沒事吧 皇上您沒事吧 真沒事 您若沒別的事 就退下吧 是 那陳姐告退 好心當成鱘肝肺 關心你下海白臭臉 中毒了不起啊 好心當 算了 畢竟是我的責大 霍靈 你按照這個方子 去取些藥來 娘娘 昨日成交竹林一事 老臣已經查明 動手的 是那西戎的人 他們的目標 就是皇上 皇上有一枚密碟案子 在西戎潛伏多年 如今 帶回了一份機密情報 如果讓晴玉 再得到有效的情報 那 對我們的形勢 可就是越來越不妙 昨天趕上救火 今天給人熬藥 顏依啊顏依啊顏依 你吐什麼呢 再不清冷光 就要被抹殺了 臥顏依 王摩摩求見 老奴見過容妃娘娘 太后 心說您回來了 特意派老奴 請您過去說說話 娘娘 請吧 啊 走啊 走 這老太太 找我準備好事 這次不知道憋著什麼壞 可得小心點 最近有一件事 哀家挺心煩的 您說 你知道 我大印與西戎交戰多年 遲遲未課 可今日 皇上不知從哪裡得來的秘密情報 我 估計是跟前線戰事有關 哀家擔心皇上一心求勝 難免會中了敵人的奸計 卻又不好直言相告 這思來想去 此事 想找你幫忙 我 我 不錯 您現在跟皇上關係親密 出入寝宮 律書房都比較方便 若是 你能把這份情報 取過來交給哀家 那 哀家 也能為皇上分辨一二 我的媽呀 這是要我偷行程布房圖啊 開什麼玩笑 打碎個破瓶子 撐死了就是禁冷宮 我要是把這布房圖給偷完 那絕對是死竅竅的好嗎 怎麼 你不想與哀家分憂 此事緊急 若是三日之內取不到情報交到哀家手中 修怪哀家不留情面 把你打入我的宫 一個字 耶 哈哈哈哈 娘娘 您這又是開心什麼呢 嗯 沒什麼 對了 藥好了嗎 嗯 都給您找好了 走 送藥去 送你們 笙 公集 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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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妃娘娘 您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就刚下来的 皇上不是感染风寒吗 我给他熬了个药 刚看你打瞌睡呢 我就给你放桌上了 娘娘您有心了 不过皇上吩咐 不让人随便进来 那你让他喝了就行了 那我先走了 娘娘慢走 今晚可有情况 皇上放心 小子全城看着呢 一点事都没有 不过 荣妃娘娘来过 荣妃 皇上 怎么了 有人动过奇观 图还在 你确定 荣妃的一举一动 都在你的注视之下 小 小的 小的当时打了会瞌睡 是荣妃娘娘走的时候 才叫醒小的 皇上 属下收到情报 太后今天 曾召见过荣妃娘娘 皇上 你怎么来了 朕不能来吗 你这么吃惊 是不是做了什么 对不起朕的事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别装了 盗窃不方图的事 是不是太后的知识 什么不方图 我只想给你送个药而已 送药 你除了会被珍惜二 你还会什么 说不方图的事 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 我说了 我真不知道什么不方图 还想狡辩 行不行 再不说 是杀了你 小秦玉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 说不说 我真不知道 这鱼配哪来的 这只님你这鱼配哪来的 你有病啊 这本来就是我的什么 哪来的 是你不是我 就是你 我說了不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说 就算是我救的人怎么了 我救人犯法 真的是你 对 是我 你不是怀疑我偷东西吗 我要真想要你那个破东西 你小木屋昏迷的时候 我早就偷了一千八百九十次了 需要等到现在吗 是这次我怪你吗 错怪了什么用啊你 你知道这些天我压力有多大 我莫名其妙到了这里 还要单精受罢 怕我安不成任务 还要跟你们这些人高心动脚 我还怕你的毒解得干净 一个人在那儿给你熬药 熬得眼睛都黄了 你不领先眼就算了 你还要杀我 你还对我动手动脚 有你这么对救命人的吗 你听朕的解释 解释个啥你 你们这些人就知道联合起来欺负人 没一个好东西 朕 朕就这样 还你了不起啊 有忙昏军渣男 我不想看到你 让你给我出去 走 荣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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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荣 机关非容非所为 那潜若者 另有其人 姚小五 在 把足印拖下来 可是 这个足印太大了 根本看不出完整的形状 但潜若者不知道这地 皇上 查出来了 确实是一名当直侍卫所为 此人承认 是他假借截手之机 潜若殿内意图到庆 不过 就在他得手之前 恰好碰到了 前来送药的容非娘娘 这才没偷成密图 反而被惊退了 原来 他又帮了朕一次 蔡云 奴婢在 近日宫中有什么趣事 说出来 给本宫解解帽 奴婢听说 昨晚皇上去了容非娘娘请宫 两人大吵了一架 最后 容非娘娘还把皇上赶了出来 什么 娘娘您稍等 我去给您看看早膳好了没 快点的不我饿坏了 是 臭情欲 好心病好棒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他 这布黄图关系重大 我也是中枪口声 刚好那会给他送药 就出了这档子是 不被怀疑才怪的 不对 我为什么要替他说话 这家伙昨天晚上那么对我 说什么都不能怨然他 容非妹妹 容非妹妹出宫省亲几日 本宫破未想念 今日特地前来看望 怎么 妹妹不欢迎吗 你行了你 有事说事没事赶紧走 我还要吃早饭呢 也不知道是谁啊 昨天和皇上大吵了一架 还把皇上赶出去了 现在居然还有心思在这儿用早膳 严一啊严一 本宫呢 不知道是该说你心大 还是说你真蠢 我乐意你管得着我吗 好啊 本宫倒要看看 你吵得这么大 我还能够得意到什么时候 皇上驾到 给皇上请安 平身 都起来吧 谢皇上 皇上大驾光临有何贵饭 朕刚好经过就进来看看 李直多 在 朕让你送过来的早膳呢 回皇上已经送过来了 朕刚好也饿了 就在这儿用膳吧 嗯 这冰糖炖眼窝 是御膳房金刀御厨亲手所做 甜而不腻 味道甜美 容妃 试试 臣妾最近减肥 不吃甜的 那皇上 臣妾想试试 自己试吧 嗯 去 要不是这青草扁损 铁儿不腻 味道也不错 太酥了 不想吃 你吃了吧 别浪费了 给朕一碗双鱼粥 好的呀皇上 皇上慢用 鱼子已经去了 而且也不烫 刚好可以喝 来 试试 娘娘您还是吃一口吧 小的伺候皇上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皇上对谁这么照顾呢 你 算了 看在你真心诚意的份上 原谅你一次 等等 这秦玉现在对我这么好 要是让太后知道了 觉得我还有利用价值怎么办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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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吃 你们爱谁吃谁吃 荣妃娘娘 皇上 荣妃 荣妃 这 皇上 这 让玉膳房 重新做一番 带回来给他送过去 是 娘娘 这也太偏心了 这还用你说 皇上平时都被人顺着 会不会因为荣妃顶撞皇上 皇上觉得有新鲜感 所以才对他另眼相看 你说的 好像也有点道理 那我试试啊 来来来 皇上 你 你也太过分了 就只知道偏心荣妃 难道 就不心疼一下臣妾吗 臣妾 臣妾不吃了 放肆 军前事宜 成何体统 来人 再拉出去 还紧的 还紧的呀 是 我从上饶命啊 皇上 饶命啊 皇上 皇上心动啊 皇上 皇上 可别动了 跟我火呀 娘娘 听闻皇上今日 召见军中将领 做了安排调解 想必 是那情报 已然派上了用场 阿姨家 本来想在 荣妃那儿 得到点儿惊喜 没想到 不但没派上用场 昨夜还跟秦玉 大吵了一架 启禀娘娘 下面刚来的消息 今早皇上 又去了荣妃宫 还与荣妃一起用早膳 竟有此事 太后这上一届的宫斗冠军 可不是吹出来的 比老狐狸还紧 谁对她没了用处 那是说丢就丢 可要是还有利用价值 她不把你榨干 绝不会罢手 都怪这臭情欲出来坏事 要是太后真责的 我还有用 改了主意怎么办 不行 不能做一代币 弗玲 你帮我去准备点东西 嗯 臣妾炎衣 给太后请安 这么客气做什么 快起来坐吧 不敢 怎么了 臣妾没能完成太后给的任务 觉得无比惭愧 甘愿受罢 请太后把我打入冷宫 臣妾绝无怨言 我倒是什么事呢 原来是为了这么点小事 你对哀家这么忠心 跟哀家又是血亲 哀家怎么忍心把你打入冷宫呢 起来吧 说得好说 果然是要变卦 谢太后看 听说昨日 皇上亲自到你宫中 跟你一同用膳 可有此事 是 皇上的他平日 为国事操劳 少有照顾后宫 现在 他把心思 用在你的身上 你日后陪在皇上的身边 也就是帮哀家 多戴了一副耳朵 如果 听到跟皇上 有什么关系的事 你多来跟哀家说说 老狐狸 就知道你打得什么算了 太后 臣妾做不到 办不到 太后 您的意思 无非就是想让我在皇上身边做眼线 可是皇上对我一片真心 我虽然出身将门 但是也懂得知恩图报 我是绝对不会辜负皇上的真心的 那你的意思是 宁愿违抗哀家的义旨 也要护着皇上 请太后 收回成命 真的以为哀家不敢罚你 为了皇上 臣妾甘愿受罢 好 容非言是 下范上图谋不轨 赵则三十 而后大如冷宫 太后不要啊 哀家现在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还来得及 臣妾心意已决 太后 动手吧 好 给我打 好疼啊 住手 秦玉 他怎么来了 皇上 皇上你怎么来啊 荣妾 朕来犯了 你来干什么 你别瞎掺货 放心 有阵犯了 没事的 没事的 头碗 有你再才要坏事了好吗 敢问母后 荣妾是犯了什么错 要您下次狠手 荣妾言是 慕无尊上礼仪有亏 哀家想管教他几下 怎么 皇上还要阻拦不成 荣妾是朕的妃子 犯了错 也应该由朕管教 母后这手 伸得未免长了些 皇上 皇上为了区区一个妃子 要跟哀家对抗不成 朕平日里对您尊敬有加 只若是换了其他事 退让两分也无法 但今日 容非朕互定 若是惊鸿一片 清风明月 与你许下日年 朵红满前 山河前 卷 痴长的差 你还好吗 你被人挨几个人 你是好不好 都怪朕 来得太晚了 你来个啥你就不该来 朕知道你还在胜朕的气 你知道个啥你什么都不知道 十多下棍子了 现在全被挨了 之前在宫外 你救了朕一次 这不防图的事 你经走窃贼 才没有泄露 又救了朕一次 今日你为了朕 与太后起了冲动 才受了这仗责之苦 这算起来 朕实在是欠你良多啊 为了不成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出来 朕帮你实现 你是说 什么都可以 当然 不反悔 君无戏言 行 那 你帮我实现一件事呗 你说 我要回冷宫 皇上 该用膳了 你说 朕是昏君了 皇上勤于正事 忧国忧民 乃是自古以来 少有的明君呀 怎么可能是昏君呢 可荣妃为了远离朕 情愿住进了 她就那么讨厌朕 荣妃娘娘 是肯定不可能讨厌皇上 荣妃娘娘拼死 救过皇上的命 在皇上中毒的时候 亲自为皇上 采药 死 这次被仗责 也是因为苦口婆心 劝说太后 不要再和皇上 这也对了 再想着看来呀 娘娘 对皇上 真是用情至深 感人肺腑啊 可她执意要进了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能 娘娘是有别的用意 以退为进 欲擒不 我说 李志多 想不到你虽是个太子 对女人却很是了解 想通这一点 真心情好多了 你上 是 我说 你怎么回冷宫 你怎么高兴啊 那当然了 我觉得冷宫 是这个世界上 最温柔的地方 哈哈哈哈 哎呀 我不会再回来了 走 这吃了火锅呀 来喝杯茶解解腻吧 娘娘吃的可还记性啊 原来是牛公公啊 快请坐 哎呀 娘娘 您刚离开冷宫不久 又遭死厄运了 老奴真是伤感万分 伤感万分啊 这敬冷宫对我来说可是大喜事 你看这多自由啊 还有牛公公送的酒送的肉 生活多美好啊 娘娘 别的不敢说啊 食材这块 您要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老奴一定办到 我正好有几个特殊的菜品 想让你帮我弄一个 好啊 皇后啊 毛肚啊 对 皇后 就是那个牛肚子 哎呀 娘娘啊 这 此得肮脏污秽之物 可不敢进宫啊 否则贵人们怪罪先来 这老奴 我这次回冷宫啊 心情不太好 正好想借着这个情绪啊 写几首诗 只可惜 老奴作为冷宫的总管 对提高冷宫的居住环境 包括提高也是水平 那是义不容辞 娘娘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吩咐 老奴一定办得好 那个人 只求娘娘不要撒了这个失信啊 嗯 福灵 比莫次好玩 哎呀看看 哎呀 神看成岭 侧城峰 远近高地 各不不同 娘娘 不识庐山 真面目 只缘身在 似山中 娘娘啊 看似这首诗诗写剂 其实寓意深刻 娘娘不加思索 一挥而就 简直是失踪大惨 够奖了 够奖了 娘娘啊 嗯 老奴还有一事不明 就是这个落款 怎么是苏诗呢 呃 是 这个作者是苏诗 自然是苏诗啦 啊 那个 我记得娘娘用过李白 杜甫 啊 还用过孟浩然 这次怎么又换名了 那 诗不同嘛 作者自然写的不同啦 还跟你说不明白 是 是 老奴是不明白 嗯 嗯 这个 娘娘啊 你看今天 我觉得你诗性大话 能不能再给老奴 多写两首 实不相瞒 老奴自从读完娘娘的诗之后 现在看任何人写的诗 那简直是索然无味啊 小意思 哎呀 好 皇上 荣妃在冷宫里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心神不宁 很思念某人的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皇上 没有 这荣妃娘娘 又拿出了那个 命人打造的什么 鸳鸯锅 在那大吃大喝呢 而且还和冷宫总管牛德衣 在那吟师作父呢 看起来开心得不得了 赵小吴 是非之 他居然很开心 有些不大对 皇上 这荣妃娘娘啊 才进冷宫第一天 还没有开始思念 也是正常的事 正常吗 可朕怎么 算了 朕倒要看看 这荣妃究竟能撑到什么时候 好诗 好诗啊 可是公公 娘娘为什么每次落款 都是不一样的名字呢 自古文神默克 写诗作父 常用花名 每一个名字 代表不同的含义 像娘娘这等高人 哈哈哈哈 就不是你 就不是你 这种吓人能够揣着 公公靠见 哎呀 你说啊 娘娘送了我这么多尸子 我怎么回报娘娘呢 你好 给你看点好东西 这给我的 都是你 多少钱 分稳不取 今日朝会 朕有一事 如今 多地频发旱灾 百姓民不聊生 本应波良震灾 兴修水利 但 我苦空虚 因此 朕要推行一项新政 官身世子 一体当差纳粮 不知众爱卿 有何见解呀 皇上圣明 臣等蒙受皇恩 愿为表率 愿赴新政之策 臣等 臣不议 皇上 喝碗贡梨汤吧 消热解暑 清热解发 朕记得当初啊 荣飞为了给朕事情 就是在一碗贡梨汤里下的药 虽然她想跟朕玩 欲擒故障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朕可以理解 待到她思念难耐之时 朕就主动一些 给她个台阶下 把她从冷宫里放出来 参见皇上 你来得刚好 荣飞在冷宫里情况怎么样 有没有茶不思 饭不响 闷闷不乐 像是思念某人的样子 没有 荣飞娘娘 在宫里吃得好 睡得香 这怎么可能呢 是真的要皇上 老赵 你看清楚了吗 是不是荣飞娘娘 在思念皇上的时候 郁郁寡欢 你没看见 虽然我只是在院外观望 但是 但是荣飞娘娘看上去 确实不像不高兴了 按照书中记载 这热恋中的情侣 应该是一日不见 竹隔三秋 就像朕一样 每天忙于正午 却还是死 李之多你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皇上 荣飞娘娘 可能是以退为进 这两天 在拼命的演戏 好意义之主 对皇上的思念之情 你说的也有道理 应该就是 不对 不对 皇上 属下觉得 那荣飞娘娘 确实不像是在演戏 老丈 你一见五夫 分斗这些儿女情长的事 皇上 您别别瞎说 我一见五夫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朕要一个人待一会 现在啊 新政推行在即 为了防止财产被清算 很多官员 将又会倒向祁域这边 太后息怒 那些清流领袖 还是看重虚名 不过皇上的新政 想要推行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新政 不光损害 朝廷官员的利益 更损害 全天下读书人的利益 如今科考在即 满京城世子云集 只要把考住功名 一样要当差纳粮的事情 在读书人之中 略加传播挑唆 让他们站出来反对 这样一来 不但皇上的新政 以实行 皇上也将在 全天下人面前丢脸 这倒是说得不错 如果 让全天下的读书人 都出来反对新政 那这新政 就推行不下去了 侄儿见过伯父大人 近来科考在即 天下诗子汇聚京城 你有没有多写几首诗 趁机在天下诗子中 养名立万呢 伯父有所不知 突然间出现了七八个人 一个比一个写诗厉害 尤其是其中 叫李白和杜芙的两个 简直快要被 全京城的学子 奉为神明了 那你就尽快 联络此二人 侄儿全城都快找遍了 可是奇怪的是 居然完全没有 此二人的下路 这是没用的东西 连个人都找不到 你负责联络 除这些人之外的 其他各地学子领袖 这些新出的诗人 我亲自认识 是 我 就是这个外 哈哈哈 你是废物 哎 娘娘这么臭的食材 你都能吃得下去 好变态呀 不过 牛仔更喜欢 哈哈 算你随货 这个螺丝粉案越臭吃起来越香 既然你这么熟火 那我给你瞅喽 哎娘娘娘娘哎 这个也客气 啊不是 不是可不客气的问题啊 看着 很好吃的 快点快点 弄得不客气了 哈哈哈 啊 参见皇上 荣妃今日什么情况 没什么情况 还是老样子 哦 对了皇上 他一直在做一种奇臭无比的事物 朕不相信 一定是你这个武夫没有看清楚 哎呀皇上 属下可是看得很仔细啊 别说了 今天晚上 朕亲自去看看 我 干事干事 这什么东西啊这么臭 皇上 这就是娘娘熬制了一整天的东西 娘娘说 叫什么 螺子粉 螺子粉 这么臭能吃吗 是啊皇上 娘娘说是可以吃的 这要是吃坏了可怎么办 属下愿意为皇上尝试 也好 好 嗯 哦 嗯 味道不错呀 嗯 没有异常 没有异常 这螺子粉闻起来臭 吃起来还是蛮香的 是啊胡子 属下没想到娘娘还有这等手艺呢 不灵 我有点饿了 去把我的螺蛳粉盛鸟来吧 快走 胡子 好 娘娘娘娘不好了 我们的粉被人偷了 粉谁偷出我的螺蛳粉啊 谁啊谁啊啊 不是我不是我 偷东西偷到冷宫里来了 有没有人心啊走 粉儿埋了 反正已经进了冷宫 完成任务只是时间问题 蒙了这么多一天 不如拖拖溜出去玩一下 毕竟这是我创造出来的世界 好好逛一逛应该不过分 小六子 平常是你出宫才买吧 是小的 把你衣服脱了 让我穿着出宫玩会儿 那那万万不行 这要是被发现了 是要杀头的 真不行 绝对不行 没得商量 没得商量 那某些人的珠宝 请 站住 这是冷宫的太监吗 小六子呢 小六子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来帮他顶一天 顶一天 这也没提前跟我说 这样搞 我们很难做 那个 一点心意不成敬礼 走吧 放心 谢谢 走 他挺帅的 我 我 哎 唐鱼 唐鱼 哎 老板 你这唐鱼咋卖的 时文前一只 如果你们要是能对上我的对子 分文不取 你们精神人都这么做生意啊 那不怕把 裤衩都配没了 钱兄 老板这是以闻会友 乃是雅士一桩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 钻前眼儿里去了 文长兄 要不你试试 对对对 来一个 来一个 露一首露一首 请 那在下就献丑了 月光千里白 那我就对 秋色一天青 公子果然好文采 我这里有一副绝对 不知能否对上 寻补 云昭昭 昭昭昭 昭昭 昭昭 公子可听清楚了 我这上连写的是 云昭朝 昭昭朝 昭朝 朝散 他这没错呀 他写的是朝长长长长长长长销 一个字没差 你看 妙啊我就说嘛 今天的性格状元非文昌兄莫属 嗯对 前兄没有赞了 哎这位兄台能够一语道破此连技巧 想必文采也不在文昌之下 哪里哪里没有 在下曲文昌还未请教 哦在下姓月名叫 月川 月兄好 等一下 许文昌 许文昌 你叫许文昌啊 许文昌职业学霸 标准别人家的孩子 月兄难道认识怎样 我认识我太认识了 你是今天的新歌状元吗 久仰久仰 月兄过奖了 月兄过奖了 在下虽然有志多亏 但眼下客举尚且未开 月兄这话未免为时尚早的钱 不早相信我 冰年的状元绝对是你 月兄这在下 都是很有学心啊 那必须的 这可是真正的学法 我书里头最聪明的一个 没想到能在这遇见 可不能错过 啊对了 几位吃饭了没 要不咱们前面找个地方 坐下聊聊 月兄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周仁周兄 幸会 幸会 这位是钱思贤 钱兄 这二位和我都是同窗 我们此次前来 都是为了科举而来 实不相瞒 文长寒窗十五载 所求无他 只愿将一身所学献与君王报效国家 此行科考虽然敌手众多才子如云 但是文长有信心一较高下 志在必得 说得好 来再喝一杯 来 来 干杯干杯 来 出来出来啊 今日第一首王大家的未成曲啊 给我来一份 未成曲 人 嘿嘿嘿嘿你看看 这京城人可真有意思 随便找个人写首诗 就能这么热呢 你呢 劝君更近一杯酒 击出阳关无故人 什么情况 这不是我给老牛写的 怎么都传到外面了 哎 哎出了出了 今日第二首孟大家的登科后啊 春风得利 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 没想到这孟大家的诗才 竟有在那位王大家之心 可不是啊 那科学还没开呢 这都提了庆祝上了 你手说下去 可千万别来第三首 第三首来了 啊第三首出来了 真有啊 来来来来 哎好嘞 没想到这光是一个京城 就这般藏龙窝 是文长自己不知天高地厚 瞧瞧这天下英雄 别这么想 这都是我们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大文豪 你干嘛跟他们扁 叶兄 你莫要再劝我了 是文长自己才输血浅 还须莫领 就不该早早出来丢人线 文长此来 本是一心考取壮业 可这眼下别说是壮业 恐怕前世都难以及身 既然如此 还不如打道回府 重新再去食材 哎哎文长兄 哎哎文长兄 三思啊 两位 我心意已决 两位莫要再劝 告辞 哎哎哎 那时候不早了 我也先回去了 你们两个千万千万看好他 别让他再看那些事了 慢 慢慢慢慢走岳老弟啊 皇上 还是早点歇息吧 我答应科举在即任务繁多 朕再看一会吧 对了 容妃那边 情况怎么样 回皇上的话 容妃娘娘 今天身体不适 据说 是惹上了风寒 风寒 娘娘回来了 娘娘你可回来了 回来回来 不灵 小六子 哎呀娘娘娘娘可回来了 回来 皇上驾到 皇上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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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皇上起安 大胆小胎见 怎么见到皇上 还不知道行礼 给皇上起安 都起来吧 谢皇上 谢皇上 朕刚好经过 听闻容妃病了 就进来看看 容妃 身体不要紧吧 多谢皇上 奴才 臣妾没事 没事 朕觉得你的声音都变了 回皇上 娘娘她今日有一些咳嗽 所以可能嗓子有些哑了 都咳嗽了 还说没事 李之多 叫她一过来 是 不不 为何不用 哎 因为 臣妾一见到皇上 就满心欢喜 已经走好了 所以就不用见太医了 这冷宫啊 本身就不是人能常住的地方 朕就想明白 你执意要留在这儿 究竟是为什么 皇 皇上有所不知 臣妾这么做 都是为了您呢 为了朕 臣妾一直对皇上情根深重 我皇上有多清 清廉啊 只可远观 不可谢完 臣妾每每看到皇上 都自财协惠 十分难过 臣妾甘愿放入冷宫 臣妾甘愿 臣妾 臣妾啊 啊 你可是朕的救命恩人 朕还欠着你的人情呢 好了 时候不早了 你早些休息吧 这冷宫 你随时可以出来 恭送皇上 吓死我了 张晓妾 张晓妾 属下在 回去看看 是 我让你一朵清廉 我让你胡说八道 要三年 娘娘我也不愿意胡说的 当时皇上就在我身边问话 我一起张我脑瓜子萌萌的 说这啥我也不知道啊 不会说不会别说啊 我脸都被你丢光了 我真如您所言 穿着太监功服的 才是荣妃娘娘 刚刚床上那个 就是个小太监假扮的 这荣妃啊 一天到晚的在搞些什么花样 继续看着 若有情况 第一时间向朕回报 是 皇兄 呦 皇兄 这么久没有见 你有没有想我呀 是什么风 把我答应公主吹到朕这来了 皇兄 你刚好久没有带我出宫玩了 我快闷死了 带我出宫玩 好不好 呀那太巧了 正要批乐奏折 没功夫陪你想到 自己去玩吧 啊 没劲 嗯 别跑太远啊 皇上 刚刚荣妃娘娘 又患上那身太监的功夫 独自一人 偷摸的溜出宫了 出宫 容长兄 哎呀你这一天待在屋里多舞 要不咱们出去走走透透气呗 嗯 有什么意义呢 和那些真正的大师相比 文成之才 却又如这蜡烛一样 烛火之光 又如何与浩烈争灰 你一个大男人被棘手破屎搞成这样 你像什么样子啊你 那个今天刚好那个 城里有举办事会 要不带文长兄去溜达溜达啊 这个好 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出来了 哎出来了 跟着他 来 来 来 这这 哎这这这 没事 要不还是送上 那不行 来都来了我一进去看看吧走 来 来 来 这人非娘娘出 就为了到这儿了 他脑子里一天都在想些什么东西公子 要不 小的先进去替您看看呢 嗯 我看来这把花楼的 也是都是这次进丁难点喝酒的事子啊 皇兄 平乐 你来这干嘛 好你个皇兄啊 嘴上跟我说要忙公务 实际上是要来这啊 啊 您误会了 这要 这黄公子 哎呀不用解释了 公子 刚才想得进去打听了 今天在这百花楼里有场诗会 他应该就是为了这场诗会来的 就他那两下子 还参加诗会 那朕倒是要好好瞧瞧吧 不过 这场诗会的举办人 倒是有点问题 宇文白 是他 我说 我说 你好好看看啊 这这么多读书人 有一个算 到了规矩那天都不是你的对手 哈哈哈 你看那个 还有个小白脸 那会有谁啊 啊 那个是宇文白 今晚那是会发起人 就他 那会就是宇文白 宇文白 当朝成相 宇文迅之之 标准 官二代 宇文白办了诗会 许文常也在 这儿还是百花楼 那岂不是说 下面有请京城第一花魁 丁小小兵 大家为各位 谢武一枝 漂亮吧 好美 我还要是 好 好 各位 看过了今天的表演 接下来 便该进入今天的正题了 在下宇文白 有幸能在这百花楼操办此次诗会 是为了与我大印世子切磋交流 互相学习进入 今天若是哪位人兄的诗作 能够拔得头筹 入了丁大家的眼 那便可成为咱们京城第一花魁的入木之宾 哦 小小兴回屋了 静候各位公子嘉音 vel 为讨修 带你了 文正兄 人呢 哎人呢 文文正兄 哎 文文文正兄这这呢 你咋整 你怎么喝成这样你什么情况啊 不知道啊 这有词等试词 不是让你们看好他吗 我文章兄 到你戏份了快起来文章兄 你说有着杜甫杜大家在前 文章哪里还配写诗 哎不如归去 归去 那这诗会便正式开始 在下愿抛砖引玉先行出战 固执哪位兄台愿意上来 以在下过上两场 绝对不能让语文白影 你们看好他啊 我来 我要上去干什么 这位仁兄怎么称呼 越川 原来是越学 这诗词比试规则简单 三局两胜 你我轮流出题 各自作诗 孰高孰低 交由在座各位来评判 如何 行 那你先来 好 那这第一局便以边赛为题 在下已有副稿 越兄如果需要时间 不妨再多构思一会儿 不用 我已经想好了 海畔风吹 洞泥裂 无童夜落 知烧折 横笛闻声 不见人 红旗直上 天山雪 你 好 好 真好 这是怎么回事啊 好帅啊 九辰 怎么办 我感觉 我又遇到真爱了 我念完了 该你了 小样 你那些枪手帮你写的诗 本来就是我从王搬下来 现在我把你的诗急先念 看你拿什么跟我比 越兄诗才出众 这首写得极好 在下就不献丑 咱们直接下一局 行 那这第二局 就以尤春为题 如何 尤春 好啊 就尤春 我先来 红树青山 玉玉鞋 长江草色 绿无涯 游人不管春江老 来往亭前 踏落花 我都交代给他了 这是怎么回事 这局过 我还有一首压咒 我知道啊 日暮长江里 香腰龟渡头 落花如有意 来去除青州 好好 好好 你是怎么 我什么 我先说的 难不成我还能抄你的 公子大财 在下先行高地 各位 看来今天师会的圣者已出 恭喜岳公子 谢谢 岳公子啊 快快上楼去吧 别让小小姑娘等着急了 公子 请 公子请喝茶 谢谢 今日师会 公子连副三首 皆为佳作 这等食材 小小不申佩服 对了 我有个朋友 叫许文长 性格好 还有才 科技与连状了两元呢 今天状元肯定也是他 要不我就让给你认识认识 眼下是川公子和小小相处 却又何要提及他人 再者 若那位公子真如您所言 那方才师会 怎么不见这位朋友上场 本来是该他上场的 按照我小说里的剧情 许文长在百花师会上 赢了宇文白 这声望才更上了一个台阶 然后被秦玉得知 让他来号召世子支持新政 这才挫败了宇文迅的阴谋 这眼下风都都被我抢了 下面的戏该怎么演啊 公子怎么了 有心事啊 别提了一堆烦心事 茶为敌烦子九十忘忧君 公子喝杯茶 喝许能好一些 不喝吧 喝一点 不喝 喝一杯吧 真不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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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公众 人带来了 不愧是我的真爱 越看越喜欢 带走 是 公主请留步 你个四太监 你要干什么 跟本公主抢男人吗 是朕 要这个人 皇兄 你要干嘛 朕倒是要问 你想干嘛 这是我真爱 你别拦我吗 真爱 你搞错了 他是 是什么 不重要 你要找真爱 换别地找去 此人 朕自有用处 用处 把人放下 皇兄 你欺负人 你真是个能惹事的 你们俩把容飞送回去 是 是 赵小五 送过容飞之后 帮朕查点东西 你知道是什么 是 兄太抱歉 在下许文长 就像有礼了 你就是那个连仲二元的许文长 兄太知道啊 听说你今年有望连仲三元 哎 既有金榜争鸣之心 还是要多花些时间准备为好 过度贪杯享乐 未免荒废 你不懂 你不懂 废 这么简单的事 交给你的完成不了 我留着你还有什么用 恕复息怒 近 今日只是出了点意外 我已经着手联系了不少世子 让他们分头去联系 更多人宣传心症弊病 从明日起 京城内的读书人 就会开始大肆议论 反对心症之事 还不够 皇上这边 态度坚决 首尔果断 必须要给到更大的压力 我这脖子也有点疼 我不会是鬼上身了吧 对啊 对啊 我写的是古装文 又不是灵异小说 算了算了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的时候 娘娘娘娘 娘娘 娘娘 奴才刚才听说 今日京城里突然多了不少的读书人 正在谈论新政的事 而且他们还大肆抨击反对呢 果然开始了 按照我写的小说剧情 宇文白虽然在百花世卫上被击败 但暗中他已经联系了不少势力 开始发生反对心症 本来这话 许文长的财名已经被秦玉发现了 两人联手击败宇文白 而且秦玉在他的帮忙下 也彻底击碎了丞相宇文迅的阴谋 但是这次击败宇文白的是我呀 而且许文长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信 这可怎么办啊 这许文长啊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必须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川公子 请喝茶 谢谢 怕是要叫月姑娘才是 误会 你当时误会 我今天找丁姑娘来 是想请你帮个忙 近日经中 出现了不少试探大家 且不说能理动 还有 梦大家 刘大家 月姑娘 要是想让小小帮忙的话 那至少 也得写出这两首像那样的好诗才行 成了 月姑娘 月姑娘 月儿算了 怎么能算了 这可是我花了好多食材 好多食 反正我就费了好大劲才把丁姑娘约上 你可不能让我努力白费啊 嗯 哎来来来好表现 快快快 我 我 就是许公子吧 哦 我 我 我是 是 是 在下 许 许文长 见过丁大家 早听月公子提起过 心语一见果然亦表人才 哎 我 我 我 过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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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过强了 想小心意 不成敬意 还请丁大家小的 谢过公子 哎 可气了 可气了 哎 你这干啥呢 啊 啊 啊 抱歉 抱歉了 嗯 嗯 那 那吃饭去吧 吃饭吃饭吃饭 走走走走走走走 快快快 又老爹 能行吗 当然能行啊 这俩本来就是一对 只要把你们撮合成了 我就不信 爱情的力量 还不能让你许文长重新站起来 客官 客官慢用 好 谢谢啊 低功点 快吃 好 来 低功点 来 多吃一些 来 这个 谢谢公子 这个 这个 谢谢公子 还有这个 够啊 没事 别客气 够啊 还有这个鱼 我特别爱吃 我给你倒酒 谢谢公子 听闻公子 不但诗才出众 对诗子一道 也颇有研究 昨日诗会 未能体现公子诗才 真是颇为可惜 没什么可惜的 和那些真正的大家 相比起来 文长这点水平 又算得了什么 公子所说的 可是近日经中 出现的那几位大家 的确 那几位大家的诗作 每一首拎出来 都是绝品 不知公子最喜欢哪一首 小小觉得 王大家的未成曲 最值得称到了 王大家 未成曲 完了 这是要PTSD 怎么 公子不喜欢 那或者是 孟大家的登科后 也很不错 孟大家 登科后 还有李白的望如山瀑布 杜甫的望月 这两首啊 更是神来之作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真的不敢相信 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样的绝剧呢 公子 你在想什么呢 你还好吧 我挺好的 玉老弟 我觉得没戏 这文章兄 平时也不擅长和女人打交道 他就擅长的一身才艺 接下来 咋办呢 不行 他俩必须得凑一对 你们再想想 许文章 平常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特长 对了 文章兄之前好像提过 除了施闻 他对骑射也略有势力 对 前辈那个小湖边 有打把的 这城市还请你 走走走 丁姑娘 要不咱们也去试试吧 好 战功打把 战功打把 五前五次 权重有大奖 丁姑娘 咱们要不要试试 好 打把吗 老板 来 五次 您请 好 哦 晓晓不擅长这个 还是公子您来吧 啊 那在下就先成了 啊 中了 哇 太有势了 又中了 最后一次 我们打那个吧 好 加油 加油 我 下来 我 我 我 抓住你 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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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没事吧 你买 哎兄台 你们这看什么呢 不怪你 哎兄台 我就是好奇 你们到底在看什么呢 说了不关你的事 你翻死了 哎呀 啊 實在是對不起 哦我知道了兄台 那位被調戲的姑娘是你們朋友吧 對對對 在這光鮮畫的完完的乾坤之下 竟然還有人當眾淋入女子 在下豈能做事不管 不是你想那樣 兄台莫要再選 此事要給在下了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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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公子 我看今天天色已晚不如先送你回去吧 丁姑娘 實在是對不起 那在下就先送你回去吧 你們就放送了 我可來見以為了 你們見人就打 你們不得好死 叫你事毒 啥也不是 人呢 人呢 你说这俩大活人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那怎么办 那还能怎么办 那找找呗 听说这宇文白啊 这次又在城里办起了师座 上次栽那么厉害 这次还敢 宇文白又要办师会 各位 时辰已到 今天的师会正式开始 本次师会的发起人宇文公子 慷慨大度 愿抛砖引玉 首先作为擂主 上台打擂 有哪位兄台 愿意和宇文兄一较高下的 尽管上场 宇文兄失财匪人 在下远不及 甘愿弃全呐 看来宇文兄的失财 是有目共睹的 我再数三项 如果再无人应战 那本次的师会的胜者 就应当属于宇文兄了 一 二 三 是你 什么 害了 笑话 国日不过是个意外 今日我早有准备 怕你什么 那抓紧时间开始呗 老规矩 三局两上 你先 好 那是第一局 我们永眉 永眉 桃李莫相度 腰资源不同 鱿血双态 未肯十分红 你这是从何而 本公子文才斐然三秒成诗 有什么意见 你 你什么你 做不出该我出题了 第三首 第二首 分别就是春夏 草长应飞奥月天 扶提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盲趁东风奉起渊 第三首 水窗低傍画篮开 指电消枢欲漏催 一夜雨生 凉道梦 万和夜上送秋来 说完了 收工 走 今日都是在下不好 非但没带丁姑娘好好用力 还把你给弄烧 许公子不必自责 小小周日 只能在青楼迎客 今日能有机会出门游玩 已是满足 不过公子 莫要嫌弃小小 狼狈模样就好 不会不会 文成觉得 丁姑娘不管怎样 都是最美的 大哥哥 你和姐姐要不要来碗馄饨 就两文钱 很好吃的 丁姑娘 一下子如何 刚好 我也有些饿了 这汤底好像烧淡了些 嗯 面皮有些偏好 嗯 小朋友 你家大人呢 我爹死了 就剩我娘和我妹妹了 我娘做的馄饨可好吃了 但是他病了 我就想出来摆摊赚钱 但是都没有人来 原来如此 小弟弟 哥哥叫你做更好吃的馄饨 嗯 走 要想做好一碗馄饨啊 这汤底 面皮和馅料都有讲讲 汤底要正 这馅啊 不能太多 你看就像这样 没想到许公子对这刨厨之道也有了解 南方人嘛 同天过节总要吃馄饨 不过 在下也是穷苦出身 小时候家里穷 家父早逝 全靠母亲省钱和街坊周记 才难得吃上两个人 所以 说起来在下当初读书的志向 并非是什么熟人头地 只是想有朝一日 考取功名 能让全天下 如我这般的穷苦人 都能吃上一碗热通通的混沌 文长这点追求 怕是要让丁姑娘笑话 为什么要笑 晓晓觉得这个志向很了不起 所以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许文长 看长长 看长兄 哎 你看你看你看 就是这样 什么情况啊 说来话长嘛 哎对了 几位 在下已经决定 此次科举 在下不会放弃 我就说嘛 爱情的力量 其实是文长自己着相了 此前不过是连众两元 就对这追名逐地 有了四星眼望 却险些 忘了读书的初心 初心 是啊 我被世子 究竟为何而读书 并非是功名利落 而在一展才选 为国家效力 为百姓蒙福 在下曾经所想 不过是让我答应 人人都能吃上一碗热红炭 而如今 这想要更多 皇上 今日上午 不少世子们开始发生支持新政 而且 支持者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其声势 依然要超过新政的反对派了 我答应世子 争究还是没让人失望 哦对了 皇上 还有一事 本来这次世子们出面拥护新政 遭到了不少反对派的阻碍 不过这回 多亏了那位连众二元的许门长 他挺身而出 陈述大意 批驳反对派 这次 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许门长 好一个应穿许门长 没想到 朕也要看走眼的时候 叔父 小植已经去亲自查证过了 确实无人见过那李渡王白几人 不过书局老板手里 还有几分未刊印的试考 都在这 请您过目 好 总算你办成点事 既然无人见过那李渡王白 又有此诗稿在手 我们便可以自己造他个李渡王白出来 何事匆忙 可是那些世子出了什么岔子 世子们倒是无事 不过就在刚刚手下的人听说 李白杜甫 那几个失明传遍的大家 一共五人 他们联名发声 要召集在京的世子们举行一次集会 你这倒是 快出呀 哎呀 娘娘啊 方才 太有心思跟着打牌呢 这外面有人冒出你 你还不知道呢吧 啊 什么意思啊 娘娘之前不是给了我一些诗稿吗 然后我随便找了一个数据 想把您这个诗稿发出去 结果发现有人冒充你 而且一冒就是五个 从李白到杜甫 到王维到白居易 还有个苏氏 全给顶了 而且我听说啊 他们准备在 春风阁集会 借着假冒的身份反对新政啊 娘娘 你所过分不过分的 犯了他们了 我得出去一趟 我的小川川 又可爱 又有文采 还那么温柔 在街上我随便看到一个人都会有小川川的影子 完了 就这个 现在她在我眼里 就和小川川一模一样 公主 那个好像真是你小川川 哎 看 小川川 温柔 operation 呀 月兄 兄 我们又见面了 日文白 你想干嘛 赶紧把我放了 给我打 是 日文白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干嘛 你干嘛 小长长 你没事吧 小长长 我这个黄兄可真是的 把你抢走也不知道好好保护 还好我来得及时 黄兄 什么黄兄 还能是什么黄兄啊 当然是我大英国君了 秦月 你叫他黄兄 那你请 公主 搞定了 公主 我 啊 你是平乐 是啊 你知道我 哎呦 上次在百花楼 我让铁锤去找你 结果被我黄兄给抢走了 小串串啊 你都不知道 小串串啊 你都不知道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啊 上次 啊 上次 是你 然后 是他 嗯 哎算了算了 我还有钥匙 那个回头再聊啊 你这就走了 哎呀 乖 下次请你吃饭啊 乖 公主 如果这几人当真是假冒的 手下请命 在他们没造成更大的麻烦之间 趁早将他们抓捕让下 不要情绪妄动 再看看 是 今日 承蒙诸位赏脸 在此聚集 我等不胜感激 在下 白居易 我身旁这几位 想必就不需要我多做介绍了吧 你说大家就是大家啊 口出欧评 拿出证据来 我们就信了 那我先来 两人对着 山花开 一杯一杯 赴一杯 我醉欲眠 心且去 明朝有意 抱 行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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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心政说的是官身一体纳粮 实则是把矛头指到了我们读书人的身上 大家仔细想想 我们寒窗苦读 考取公民 为的是什么 不就是为了改变命运 出人头地吗 是 可这心政一出 我们读书人 与那些普通百姓一样 还要交良纳税 我们读书何用啊 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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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科举 所有世子 一同 罢考抗议 心政不废 罢考不值 心政不废 罢考不值 等一下 这位兄台 可是来参加集会的 错 我是来打假的 是他 阁下说这话就有些奇怪 这假从何而来 当然是从你们几个中来啊 别看了 哎呀 说的就你们几个 放肆 放肆 你这广口小儿 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阁下说我等是假过 可有什么证据 证据 没有 真是好笑 证据都没有 凭什么在这儿 信口雌荒 就凭我才是作者 一阁下的意思 我们五人之中 是有人冒名顶替了你 不 我的意思是 你们五个写的诗 都是我一个人写的 啊 啊 老赵 你拂一下 腿有点软 啊 王 王爷 这人是不是疯了 岳老弟 就是那白鸡叶 看他说 哈哈哈哈 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 原来 就是一个 华众许统的小丑啊 哈哈哈哈 和下 若是冒充一个人 也就算了 折一口气冒充五人 莫不是我等这些诗作 皆出自 阁下一人之首不成 当然啦 你是 在下白鸡叶 你就是白鸡叶啊 那那个 《复德谷原草送别》 就是你写的 正是在下所作 那你知不知道 这首诗还有后四句 一派胡言 代下作得此诗句 一共只有四句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又更是生华 哪来的别的四句 你说如果还有其他四句 那你倒是说来听听 行 那你听着啊 远方清古道 晴翠皆荒成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蝶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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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七七芳草 升华颂蝶 此事更少一策 如此才算完整 杨娘 太有本事了 箴之事 不可思议 下一个 你是杜甫 我错 在下正是杜甫 怎样 行啊 灯高 你只写了上半却 写个下半却试试 红的 这上半却 已是老夫苦心思虑 千锤百炼之后所得 这下半却的词句 自然还 万里非秋常做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凡双病 潦倒心庭 轟酒飞 哦 周旧 独登台 尊敬 公子 公子 这 神啊 李白 你就是李白 正是在下 那望庐山瀑布 还有刚刚的 山中与幽人对着 皆为我所做 就你还冒充李白 那我这儿有一首枪劲酒 你要是能写得比我好 我就承认你是李白 强敬酒 听好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道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 非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末世经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 团复来 亨阳宰牛写为乐 桂须一饮三百飞 五花马千金球 忽而将出换美酒 鱼尔同宵万苦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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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吧 就剩你俩了 谁将来 你 下雨了 我还没收衣服 告辞 这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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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抓住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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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走了 太强了 世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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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弟 你给大家讲两句呗 那我说两句啊 呃 大家也都看到了 刚才那五个都是冒牌货 我才是正主 但是我并不打算用这个身份 让大家就非得听我的 支持或者反对新政 该由你们自己决定 这新政要求官身一体纳粮 不管找什么理由 这一点的确影响了我们世子的利益 这一点没有错 公子 这容飞娘娘难道也要反对新政 听他说下去 在座各位大多也都是贫苦出身 想要靠着读书改变命运 出人头地 这一点同样也没有错 但我希望大家朝着美好未来 发起冲击的时候 也不要忘了自己的出处 我有一个朋友说过 他曾经的梦想是让全天下贫苦的人 都吃上一碗热馄饨 这就是他读书的初心 那么在座各位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圣贤书里教我们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胜即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一心只追逐私利的人 但是也有很多 怀揣抱护 兴起天下的人 我希望我大胜世子 大多属于后者 这世道或许严酷 黑暗 但是希望你们能够摆脱冷漠 只向上走 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 也要拒绝利益的诱惑 不必与肖小之辈同流 守护好自己的初心 哪怕只是像炎火 也能在黑暗中发出一点光 无需等待聚火 如果此后再无聚火 你们便是自己唯一的光 也足够照亮我整座大业 谢谢啊 谢谢啊 可这些诗句 若是出自她之手 那之前的喂六搞白痴 作何其事 皇上 您说的是这手吧 威楼高白痴 威六搞白痴 手可摘兴致 手可摘兴致 赵小五 你操录都是些什么东西 恕笑知促 你这个武夫 也该多识识字 把这诗词一般少拿去 操录前面 是 啊 荣妃现在不出 啊 回皇上的话 娘娘应该刚回了宫 哎呀 娘娘你快走回来了 那赶紧赶紧换衣服 这两天就说我生病了谁也不见 是谁生病啊 参见皇上 起来吧 这太监工服 你穿著倒何身呢 嗯 是是 上次朕來的時候 穿這身的也是你 我饒命的皇上 皇上您這大晚上來冷宮 有什麼事啊 怎麼沒事朕就不能來了 李之多 在北州韭菜 是朕要和融飛 好好聊 完了完了 這鴻門宴是直接開上門了 妃子私下出宮 乃是重罪 朕知道了沒事 不過日後 若有其他人問起你 無論是誰 你都不要承認 好 記下就好 不過朕今日 不是來問罪的 也未涼 啊 嗯 那你這是 喝酒閒聊 喝酒 不然朕要韭菜幹嘛 怎麼 你怕了 誰怕了 來嘛 喝就喝嘛 不急 這第一杯 朕先敬你 敬你兩次擊敗宇文白 讓那全京城皆知的宇文迅 朕大力吹捧的侄子 其實不過是個草包 痛苦 小意思 小意思 這第二杯 朕再敬你 李渡王白一眾大佳 詩座名動京城 世子口口傳送 就連朕停了 也要為之驚叹 沒想到 這全都出自你之手 才華橫逸 了不起 沒什麼 我就是個搬運工而已 這第三杯啊 朕還是要敬你 春風隔前一對舞 讓那些瀟小之輩 望風而逃 不過這都不算什麼 你在亭前那一席話 才真正地說到朕心裡 若此後 再無俱無 我大意每個世子 便是那唯一的光 朕龍發聩 朕 受你非情 朕 指尖念思涼 雕刻了時光 人家熱鮮陽 聚音皆成霜 別弄著 今日在那春風隔 你把那幾個傢伙 嚇得輪風喪了 實在是好笑 那必須的 正主一出馬下 貨全得亮 你是不是知道 那次宇文白把我抓住 還好碰到你唄 不然 都趕不及 我妹 平了 呃 似乎 開此宇文白把我亂 沒有 我 今天 那是 以为鬼上身了的 鬼上身 说真的 你从冷宫出来吧 一转身不回头 朕就想不明白 这冷宫究竟哪好 你怎么就能这么喜欢呢 那你不懂 不懂 你说了 朕不就懂了 你真想知道 当然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真想知道 当然 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其实我是 喂 喂 啊 千人 爱过 我 承认脆弱 承认我不快乐 夜幻想过 能享受一梦 爱情从来无测 这些年齐齐落落 也几次分散和狠 也有无还不说 你是说 那李渡王白都是同一个人 而且此人是出自于宫中 老臣的人 一路跟随那月川 亲眼见他进了皇宫 娘娘 这是他的画像 就娘娘过目 龙飞 望炉山瀑布 啊 日照相濡生紫焰 遥看瀑布 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 这谁呀大半夜的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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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是什么地方 才能跑这人来了呢 我还想问您呢 这是哪啊 我 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事啊 柳哥 你是不是又偷什么东西了 哎呀 我早就几本洗手不干了 你可别瞎说 自今日起 如若有人问起荣飞出宫之事 你们只需闭口不言 何保信 如若不然 朕要你的命 叔父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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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酒 侄儿不敢喝 看来 你是敬酒不吃吃法去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也早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真以为我没有任何防备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年都是我在帮你办事 所经手过的种种 全被我记在了册子上 来之前我就将册子交给了朋友 只要今晚我没走出成校府 他就会把册子公布 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干的好事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杀了我 你也别想好过 皇上 老臣参见皇上 爱卿免礼 谢皇上 爱卿求见 所为何事 回皇上话 老臣是来请罪的 请罪 爱卿为国操劳 精精业矣 何罪之有啊 皇上有所不知 老臣 老臣终日忙于正事 忽略了对家中的管家 不料 出了个不孝之子 老臣的侄儿与文白 勾结萧小 冒充师坛大家 煽动世子罢考 反对新政 犯下了大错 老臣本打算将他交付有私 一律处置 没料到 他已畏罪潜逃 原来是这样 爱情多虑了 那宇文白啊 固然有责 却非你之过 是非取值 朕心里有数 谢皇上 那老臣就先告退 你通知赵小五 是 找到宇文白 只跟 不装 展开 展开 西县大捷 正宰十万 皇上 皇上 这西县大捷 正宰十万 宋下为皇上贺 好 千般辛苦 终有回报 我大印将士 都是好样的 起来吧 赵小五 传阵旨意 今夜今无不尽 万民同愣 一则 为我大印西县战 别而庆 二则 也以此庆祝 告为我大印英烈 再听之礼 是 此等喜讯 若是荣妃在身旁 一读同喜 远再好不过 他就是不会 从而不思议 皇上 小的有个办法 讲 这西县大捷 想必 严大人押运粮草 也快回来了 微臣拜见 爱卿 此处不是朝堂 无需多礼 坐吧 多谢皇上 爱卿 此次归来 家中可还好 多谢皇上关心 家里 一切都好 就 就是 就是什么 没事 没事 爱情无需隐瞒 想必荣妃的事 家里人已经和你说过了吧 小女生性顽劣 肯定是哪里又触动了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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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 关桥不严 难辞其咎 难辞其咎啊 怎么爱卿 怎么爱卿 不打算替女儿求情 不打算替女儿求情 你 你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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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 啊 微微臣 微臣 没天雨露 皆是天安 皇上 这般宠治 定然有活着的道理 这荣妃啊 确实是犯不错 朕才把她打入冷宫的 可这冷宫啊 素来是破旧 凄冷 换作寻常男子 待上一天也是糟蹭 这荣妃不过女子 不知道能挨多久 皇上 微臣 宁愿不要任何风赏 求皇上放过小女 让她从洛哥出来吧 爱情就是何必 快起来 皇上若不答应 微臣 常跪不起 好 干杯 快 快 上下 上下 正直到 荣贵妃接旨 奉天承韵 皇帝赵曰 荣妃言士 贤良淑德 勤勉解让 即刻洗 千出冷宫 亲死 呃 娘娘可上次一个意思 请吧 我不走 我不走 我需要劲啊 娘娘 大别消息啊 我 来 一二三 哎娘娘小心 快轻着点 娘娘不能走娘娘 是荣妃啊 怎么有事 装你再装 说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我再冷宫待着好好的 干嘛把我放出来 哎 这不能怪朕不守信 是你爹苦苦哀求朕 朕看在他一片爱女之心 还勉强答应的 我爹 说吧 谁出了主意 乖乖 这可不关娘的事 是你爹去求的皇上 你 不是你让我去求情的吗 闺女 别解释 我走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了 别操心 别求人 全忘了 你 你说不让我们求太后 也没说不让我们求皇上吗 你还狡辩 闺女啊 你听我说啊 我当时啊 是一直记着礼的吩咐 一直忍着没开口啊 可是皇上他 说那冷宫 又冷 又泼 吃不饱 穿不暖 我听了这些 心疼 我就 没忍住 就是啊 乖乖 你想想 哪有当爹娘的 不操心自己的孩子 不操心自己的孩子 也是 不对 这琴玉说我在里面吃不饱穿不暖 这不诚心套路你们的吗 啊 好你个死琴 为什么总是不害我住冷宫啊 呃 闺女 你怎么能知乎皇上的名讳啊 是啊 死罪啊 死罪啊 真是 老爷 英王殿下请见 英王 找我的 那日在春风阁 得知这些诗作 皆出自娘娘之手 更令本王心生向往 于是 才有今日这冒昧来访 娘娘莫怪 我和云哥讲了 没什么 娘娘莫要谦逊 娘娘那些诗作 风格迥异 却手手都是精品 只是 本王这次前来 确实以学生身份 有些困惑 想向娘娘请教一样 王爷有什么想问的 尽管问我 我尽量编 啊 不是不是 我尽量解答 尽量解答 啊 王爷慢点 您慢点 哎 娘娘之前一首望月 气势磅礴 堪称加作 只是本王得知 娘娘并非出生在鲁地 是如何把泰山之俊秀 写得如此淋漓尽致 哦 我小时候去个 小时候去个 对 老爷 咱去过泰山吗 没印象啊 是啊 仅凭儿时印象 娘娘便得此加剧 堪称大财啊 哎呀 哎呀 还有上次 娘娘在春风阁那句 万里悲休常做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写得悲怆唏嘘 只是本王困惑 娘娘如此年纪 为何会有那百岁老者的感叹呢 呃 这个 哦 我爹 他长年身体不好 上次我看他登楼 我就有感而发 哦 原来如此 这 没事吧 严大人看起来面色红润 没想到也是疾病产生 老爷 你不会 也是要多保重才好 老爷 你不会有什么事 瞒着我呢吧 我没有啊 我 大饭点了 吃饭 吃饭 走走走 吃饭 吃饭 哦 王爱卿 王爱卿 皇上驾到 秦玉 他来做什么 大家不必聚集 家宴吧 随便一些就好 啊 是啊 随便吃 随便吃 来 王爱卿 哎王爷尝尝这个鸡肉 我爹亲自下手做的 多谢 怎么了 你也想吃啊 既然是严大人的手艺 朕可以试试 我 不 继续大补的 皇上 此为微臣吧 哦 啊 谢皇上 皇上 您吃这个 哎 你安静 不必多礼拜 吃饭 吃饭 皇上 皇上 容飞娘娘虽为女子 但实材横溢 为世所罕见 那日在春风阁以一抵武 更是我大应文坛之盛事 臣弟 想敬娘娘一杯 好 来 王爷给我奖了 这话真说过 容飞啊 朕敬你一杯 你借我干嘛 那天我们不都喝过了吗 皇上 微臣敬念一杯 皇上 天安浩荡 我们一家上下 感激不尽 感恩不尽 好 皇上 皇上 时候不早了 臣弟先告退了 皇帝 朕有些话 想要和你说 皇上 什么事 容飞私自出宫 虽然宫在设计 但若有心人 借题发挥 也会有不小的麻烦 皇上放心 臣弟知道该怎么办 我 下次 再找人回商讨 跟朕说一声 闺女啊 你怎么能对皇上 这个态度啊 是他先说话不算数的 皇上是天下之主 久武之尊 他说什么都是对的 扔闹了皇上 咱可担待不起啊 是啊 乖乖 你对皇上要温柔 要顺从 可千万不敢惹 让皇上生气啊 皇上 聊什么呢 皇上 时辰不早了 该回宫休息了吧 朕打算 今晚留下过瘾 颜爱卿 不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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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臣 荣幸之至 就怕 毕福简陋 怠慢了皇上啊 无妨 哦 那这 微臣就去给皇上打扫房间去 不用 颜爱卿不必麻烦 容飞睡哪里 朕就睡哪里好了 那不行 我那屋的又小幽魄 太委屈你了 你还会过去吧 君无戏眼 我 我 哎呦 你小姑奶奶 你可消静点吧 不能让她睡这 更不能睡我屋 我天之下 莫非王土 这是皇上的旨意 咱哪敢抗旨啊 闺女 就是啊 乖乖 你跟皇帝本来就是夫妻 睡同一个房间 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呀 对呀 闺女啊 你可真消静点吧 要不然爹呀 得被你吓出病来不可呀 就是啊 这孩子 哼 哎呦 哎呦 难死我了 姐 姐 你谁呀 哎 等等 我怎么瞅你有点眼熟呢 你快醒醒 你不能死啊 秦月 是你 你认得真 什么正不正的 我管你姓王姓赵 你小子消息挺灵通啊 我姐刚回家 你这闻这味就来了 这偷情 偷得这么胆大包天吗 偷情 什么意思 还装难 我告诉你 小爷我没空跟你闲扯 赶紧走赶紧走 你知不知道 我姐夫 可是皇上 走 尔尔 你干嘛呢 姐 不是我说你 你上回就是这个家会就算了 这次怎么还给他立家来了 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 你不又得建立宫吗 放心吧 皇上没那么好心 姐 你怎么比我还不懂事呢 这偷情 偷情就不能偷得低调一点吗 你这肩负看什么 还不赶紧走 再不走 心不想要我收拾你 住手 兔崽子 哎呀 你个小兔崽子 你疯了你 跪下 爹 没空跟你解释了 咱俩先把这个家伙处理了 不然让皇上知道了 我姐就麻烦了 畜生 这 这就是皇上啊 皇上 皇上 嗯 姐夫 爹 啊 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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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打死你呀 你救证中毒的那日 你弟弟也在 是啊 我也以为有些人都忘记自己被救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不然怎么会恩将仇报呢 恩将仇报 朕把你放出冷宫有恩将仇报这么严重吗 当然啊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我家床太小睡不下两天 只能委屈皇上睡地上了 朕堂堂天子 九五之尊 你让朕睡地上 那不然 你睡床上 我睡地上也行喽 好 你说的 啥 你干嘛 没事 睡觉 睡地上 是不是很不舒服啊 要不还是你睡床嘛 不用 有个问题 朕一直想问你 你为什么如此执着于住在冷宫之中呢 冷宫有什么不好的啊 有吃有喝 自由自在 除了房子破了点 其他什么都好 不像外面 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 不是我害你 就是你害我 人人畏惧的老公啊 却被你说成了世外桃源 朕倒是有些羡慕你 想进冷宫就进冷宫 你可真有本事 有时候啊 朕也想逃离这世俗的纷争 可朕却做不到 怎么突然消沉起来了呢 你可是万民之主 故事的主角 故事的主角 什么意思 没什么 朕以前 一心只想做个好皇帝 能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现在 朕想做个好夫君 答应朕 以后不要再进冷宫了 好不好 那可不行 冷宫我还是要进的 而且 只要我进了冷宫 离开这里 你才能成为真正的好夫君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 困了 睡了 娘娘 已经查清了 皇宫侧门守卫古三 冷宫太监小六子 冷宫主管牛德一等人 均与荣飞私自出宫一事有关 既然这样 全部都抓起来 分开审讯 务必找到 荣飞出宫的证据 不知皇上 今日有何打算啊 朕平日里 忙于正事 很少有时间照顾后宫 今日无朝事 难得清闲 准备到城里 好好逛逛 刚好有时间 多陪陪荣飞 陪我 什么意思啊 还真就瞎逛啊 这新政一事多亏你处理吧 我应该对你论功行赏 不过朕还没想好要赏你什么 所以朕决定补偿你 补偿 今日这条街道上无论哪家店铺 无论你看就不用 肆意调选这都可以送 嗯 那就这家吧走 哎各位客官需要点什么吗 老板这不错多少钱 姑娘好眼光啊 这是本店新推的一款小红春 三十文一盒 经济实惠 太便宜了 我可是真心诚意 想要送你一样东西 放开来手脚 随便挑 那您看看这二两一盒的 才二两 这怎么配得上我们家小姐 这个不错 这个也不错 好难选啊 不用选 全都包起来 好嘞客官三十两一够 请问你们 理智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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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我说你们没有钱吧 啊 啊 哎 哎 哎 快 这些是臭不要脸的 哎 没钱还出来买东西 气死老娘了 脚片了 你太迷人了 不行了 你没事吧 你怎么连钱都不带 公子 咱平时不买东西 也没带钱的习惯呀 啊 对不起 让你见笑了 你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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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们两个 一个是 你又是 算算算 哎哎哎什么哎 他开心就好了 找小五那准备的怎么样啊 公子放心一切 准备就绪 走 好 人千月老铁口神断 哎算的不准分文不取 哎小小看一看啊 要不咱们试一试 人千月老 这有不好事呢 怎么骗人呢 看一看啊 你还信这个 全当消遣 是谁无好 来 嗯 嗯 好 好啊 姑娘眼波若水 面藏桃花 此乃 红鸾心动之相啊 你的真名天子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呢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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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该不会是他吧 啊 这开什么玩笑 这家伙狮子做我天蝎做 他火像我水像星座 就合不到一块去 水火不容懂得 行 行坐 干嘛不知道啊 能量波动 上升下沉听过没 这 什么都不知道还出来算命 但我骗子都不专业走走走走 下一个 哎呦下一个 天机有神算 因缘一现前 哎小姐 那还有个呢 要不咱再看看 你一个太监 对算命这么上心 吃回扣了吧你 哎 你不会也看我红乱心动吧 哈哈哈哈 姑娘说笑了 老夫是木蒙 不看像 我这有牵筒 姑娘想算什么 自己求牵便可 看看吧 看看吧 看看倒是也无妨 试试啊 哇 瞎我哎 神仙美眷 夫妇何求 大师 这是好牵吧 何止是好牵呢 此乃千中之王 上上大吉啊 哈哈哈哈 所谓对对家偶 神仙美眷 百年偕老 不须再密良缘 姑娘 这点 这意思就是啊 您好事将尽 且命中人 就在你的身边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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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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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真的假的 这可是您自己求的 老夫可没有做丑角啊 您若是不信 可以把那钱再放回去 再摇一次 也无妨啊 没事没事 老夫自己来 老夫自己来 这咋跟我的一样啊 这也一样 这不都一样吗 公子 小姐 我们走 小姐 公子 一条街上 这么多家算命的 现在算命的那一转 也这么齐恋吗 还都是算姻缘吧 这不是我大英无坚 人人都像我爱情吗 正常 正常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 说 是不是你搞的乖 当然不是 你想多了 不是最好 公子 那接下来呢 皇上请自 这出来走走 果然比待在宫里强 那朕 以后就多陪你出来 那不行 我还是得回论宫 你看 那有人放蜂蜂 那有人放蜂蜂 自自熟悉的冷风 风暂又忘记一疼 风暂又忘记一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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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紧我的手 握住你的温柔 红颜留给我 一转身不回头 一转身不回头 夜半几雨落定上 滴滴吹入我胸口 你看 这样不就飞起来了 哎 真的 飞起来了 握紧我的手 一番红的双眸 我从出口 你自己试试 我再问你 哪日容飞娘娘有没有出宫 快说 真美啊 就算你把我打死 娘娘也没有出过宫 不是吧 娘娘没有出过宫 你最硬 家家都说过好多遍了 那个诗诶 绝对不是娘娘给我的 那个是皇上身边 李之舵李公公给我的 娘娘全部都审问过了 所有人都一口咬定 容飞没有出宫 把责任全推在了皇上身边的那个 李之舵身上 把责任推到李之舵身上 就是推到皇上自己的身上 这个秦玉真的是好手段 那她是事先就把所有的线索都给斩断 娘娘 接下来该怎么办 容飞出宫是众多人亲眼所见 她秦玉想要用这种手段 就让哀家打退堂鼓 那她真的是大错特错 这一次 艾家就让她付出代价 那是孔明灯 好漂亮 都说放孔明灯是为了许愿 你有愿要许 算了 我的愿望靠一阵孔明灯可时间不留 今天玩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回去了 不急 朕带你去个地方 你在干嘛 我跟你说啊 拐卖美少女可是犯法的 抬脚 好了 摘下来吧 怎么没有人坑明灯啊 你全当给郑个面子 好吧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许个愿望 喜欢吗 是一些都是你姐妹吧 真早就说过 这些日子的欠你难多 总是要补偿的吧 但真不知道你的愿望是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也不用刻意准备这些 朕想这么说 过去的秦玉只是个君王 眼中只有正事 现在它不一样了 只见面子凉 雕刻了时光 远角热咸阳 水银结成霜 是什么 你也不想要补偿的 是什么 你也不想要补偿的 你也不想要补偿的 好 你没事吧 刚刚再受了点伤 没事 好了 上次跟着炉的时候 也是你救的臣 不过这次呢 真能看清你的灵了 希望不会再有下次了 这倒是有很多的干柴 可以身谎取暖 不过容易引来刺客 今晚先忍忍吧 让我的梦永远远走着急 看着你终着眼神的灵 我是觉得 我们现在这样 很像我看过的小说里面的老套桥段 男女主躲在一个破屋子里 为了郁寒 下一步就该抱在一起取暖了 那我们 那我们 你休想啊 我都说了是老套桥段 我才不改 可朕都受伤了 那 这有很多草啊 要是冷的话你就盖一顿 嗯 期待的激情 遇见你 天山泪滤 你们的星河 我为你闪烁 我手中的光 为你重新温柔 你手中紧握 我给的承诺 就在这一刻 我的梦有了眼 不放着急 看着你 就我 眼神不会闪躲 所有人 已经 因为你多了 这就 睡觉还这么帅 睡觉还这么帅 我们该蒙脸了 别含蓄了 啊 我帮你赶点苍蝇 那是苍 什么 嗯 那睡觉都这么帅 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啊 嗯 哎呀 啊 还是快 我再睡会儿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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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书下就叫来迟 请皇上降罪 起来吧 此事不怪你们 昨夜那帮刺客 朕推断 他们是北敌的人 你先跟他们回去 昨夜伤你之人 朕一个都不会放过 那你自己小心 好 弟兄们出去这么久了 真是没有阴性 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吗 行动一旦失败 我们这里姑姐不安全 告诉弟兄们 立刻更换据点 各自贤负待命 是 给我拿去 过去的秦玉只是个君王 眼中只有证实 现在他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现在的他 眼中要一样 不行不行不行 燕姨 你可是要进冷宫的 乖乖 娘 你这会儿没事吧 没事 你看 娘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好东西 娘啊 专门找大夫 给你开的方子拿的药 你要是把它吃了 去给皇上侍寝 那你保证能生出孩子来 啥 生孩子呀 娘 我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 这事儿就听娘的 按时吃药 我跟你讲啊 这次这个大夫 可不是个一般人 她可是个女神医 听说是这几天刚到城里来 她不但医术高明 而且妙手人心 还免费给大家看病 好像是叫 哎 叫苏浅雪 苏浅雪 啊 苏浅雪 人物表主角 第二部 本书女主 神医薛道元之图 男主情欲的病人 绝配啊 啊 我你你你你你已经有了啊 你你你不是 哎你啊你快告诉我 那个苏浅雪他在哪呢 他就在那个前门大街回顺堂医药户 哎哎哎 你哎呀小五哥 你说你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长得又帅 迷倒万千的少母 武功又那么高 你就教教我呗 哎你干嘛去啊 啊我出去有点急事 哎带我一个呗 娘娘注意安全 应该只是普通的伤风感冒 我给你看一些清热的药 啊 你照着区里面装药就可以了好 哎姐这女神医还挺漂亮的 那当然 这可是我小说里的正派女主 老秦的官方cp 啊 你不懂 这有一张学人的箱子 麻烦你帮我理一下 哎 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啊 嗯 啊 薛道元 这不老薛嘛 那天他喝醉室在河边小木屋里 你救皇上没看到他吗 哦 是他呀 我说呢这么面熟 当天去的时候他就是那罪汉 被我抓回去承问了 不过我什么也没问题 然後呢 然後 然後我就把它關到牢裡去慢慢省了呀 哎這事啊 畢竟事關皇上的安危 干系重大呀 然後 你就把它關到現在 當然了 我怎麼把它給忘了呢 你啊你你 我姐 那咱們現在怎麼辦 能怎麼辦 上後唄走 哎呀 我 幫我留意一下 謝謝 好沒問題 蘇姑娘您好 哦我我不是來看病的 那姑娘是 那個你是在找你師父吧 你們知道他在哪兒嗎 哦我 我這兒有一個好消息 和一個壞消息 你想先聽哪一個 起開 什麼時候了還賣關子 那個 我們確實知道他的下落 他 發生了一點點小意外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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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來 來 沙雪 怎麼回事 他們怎麼 把你也抓進來了 沒有 你們這些當差的 是想把我們神藝門 一網打盡呢 那個 憲已查明了 皇上遇刺一事 和你無關 這都是一場誤會 你可以走了 我 沒事了 師父 我們可以走了 喝酒去嘍 哦 舒服啊 師父您少喝點 上次的教訓還不夠嗎 我剛從牢裡出來 還不讓我多喝幾杯 阿雪呀 你不知道 這牢裡的日子呀 就不是人過呢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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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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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生性好酒 奈何的酒量太差了 讓您二位見笑了 沒事 室外高人嘛 都這樣 這次啊 多虧了顏姑娘的幫助 阿雪都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才好了 哦 都是朋友嘛 沒關係的 我本就是一名大夫 除了掠通一點醫術 其他的也不會什麼了 如果若是顏姑娘日後有需要幫助的地方 鮮雪一定會盡力相助的 嗨 我也不是什麼失恩圖報的人嘛 嗯 不過我還真有一件事 想請蘇姑娘幫忙 測子的事查得怎麼樣了 回老爺 還沒查到 一群沒用的東西 此物干系重大 斷然不能流落在外 就算挖地三池 也必須盡快把東西給我找到 是 齊民丞相 剛剛接到情報 皇上昨日出宮 遭遇了被敵人行刺 結果如何 行刺沒有得手 反而被皇上活捉了幾個 審出了口供 現在正在滿城搜捕北敵的秘典 北敵人不止天高地厚 秦玉如果那麼好殺 還輪得著他們來殺嗎 是 老爺 我不該如何做 皇上 榮妃娘娘求見 說是帶了位神醫 給您看病的 是嗎 快請進 是 是 快快快 娘娘 請 走走走 給你張啊 一日不見 你還好嗎 我還行 哎 你這個藥我怎麼還沒還 你親自替朕包扎的 朕怎麼可能輕易換掉 哎呦 我又不專業 不過沒關係 我特意找了一個大夫給你好好看看 好啊聽你的 不過包扎的時候 這還是想要你來 呃這個再說吧 來來來來介紹一下 這位是蘇淺雪蘇神醫 美女見過皇上 快請請 想不到神醫是位女子 皇上 你是不知道 這位蘇姑娘不但醫術高明 而且還有一副慈悲心肠 在城裏免費給人看病 簡直就是活不死下凡 是嗎 蘇姑娘還是妙手人心啊 皇上過獎了 民女也沒想到 大印君王竟如此年輕 何止是年輕啊 簡直就是英俊瀟灑 人中龍鳳 方心縱謊犯 哦 皇上 聽說您受了傷 民女來替您看看吧 有了 怎麼樣 皇上的傷沒事吧 卻如皇上所言 只是一些皮外傷 我去給皇上開一副藥方 接下來 只要暗示塗抹傷口 再休養幾日 就沒什麼大礙了 有勞蘇姑娘 怎麼樣 蘇姑娘不錯吧 是不錯 如此年輕就有此等遺書 再加上還有一顆人心 假以時日 我大印的確需要這樣一位女神醫 謝皇上誇獎 就這樣 沒別的 不然 那還能有什麼 那你好好養傷吧 我們去抓點藥 民女告退了 這 皇上的傷沒有什麼大礙 只是休養幾日便好了 娘娘不必太擔心 我不擔心 那個你對皇上有沒有什麼感情 皇上 年輕有為 一派明君之相 大印在皇上代理下 定能蒸蒸日上的 我不是說這個 你們怎麼都一根筋啊 此間是了 前雪也要去看看 師父酒醒了沒有 若是酒醒了 我們今晚便告辭了 這這就走了 醫館還有很多病人等著看病呢 不行 還有事呢 還有何事 皇上其實不止身上有傷 他有隱疾 隱疾 嗯 就是那個方面 剩掉 去那邊看看 啊 後上衣服跟我走 閣下是什麼人 為什麼要救我 原來是宇文丞相 有了這個CP作戰計劃 就不行 還不能把你倆凑到一塊 你們這些呢 其實都是一些小毛病 按照我給你們開的藥方 回去抓藥 按時吃藥 多注意飲食和鍛煉 就可以了 謝謝蘇水醫 不客氣 蘇姑娘 這樣咋就給人看面 錢雪身為醫者 治病救人本就是天职 這點醫術 若是能幫助更多的人 就再好不過了 神醫就是神醫 絕悟就是高 哎 那你有什麼需要幫忙呢 先想跟我說 那錢雪就先謝過了 對了 昨日 您說到皇上隱疾的事 這病 還有什麼其他的症狀嗎 這 是隱疾嘛 我也不是太清楚 你還是親自去給他看看吧 也對 哦對了 你不要問得太直接啊 你知道你男人嘛 自尊心比較小 你就多觀察觀察 然後委婉一點 娘娘交代的事 錢雪都記住了 嗯 你們滾 別過來 別過來 你們都什麼人啊 啊 老先生 老先生 你別害怕 老先生 您快下來吧 您別害怕 我們我們不是壞人 這是皇宮啊 是啊是啊 不是壞人 皇宮 啊 呀 上回我喝醉的時候 我進了監獄 怎麼現在又跑到皇宮裡來了呀 師父 老先生您別 阿雪 你怎麼也在這兒 哎呀 老先生 快走快走 此地不宜久留 師父 您這麼著急去哪兒啊 我跟你說啊 我上回什麼都沒幹 他們就說我行刺皇上 這回我都跑到皇上家裡來了 這還得了啊 你再不走 我們就來不及了 師父 這回是您誤會了 昨天是您喝多了酒 娘娘請我們幫忙給皇上看病 這才把咱們請到皇宮裡來了 娘 誰是娘娘 呃 這這個 說來話長 師父 啊 其實 顏姑娘是皇上的妃子 是容妃娘娘 顏 娘 師父 師父 昨日聽聞蘇姑娘還有一位師父 今日得見 薛老先生果然是先鋒盜骨 頗有神衣風範啊 神衣風範 皇上 您真是眼光獨到啊 前些日子 朕在宮外遇刺 以下人關心則亂 誤抓了老先生 還請老先生 顯量啊 皇上 誤抓的好啊 要不然 我今天 吃不到這桌菜 哈哈哈哈 真是誤會 解開就好了 吃飯吧 哎皇上 這一桌子菜 你想吃哪個 容妃有心了 那朕就吃個 麻婆豆腐吧 哦 蘇姑娘 你呢 哦 適當吃辣 可以有助於治療風濕 豆腐呢 又是清熱活血之物 錢雪也頗為喜歡呢 皇上喜歡吃麻婆豆腐 蘇姑娘 你也喜歡吃麻婆豆腐 怎麼會這麼巧呢 俗話說得好 吃到一塊 才能走到一塊 我覺得太有道理了 容妃娘娘 你說得太對了 老夫也喜歡吃麻婆豆腐 所以這才和阿雪 成為師徒嘛 啊 哎皇上 你可不可 要不要喝碗湯 那就 給朕成碗鹹豆花吧 哦 蘇姑娘 你喜歡吃甜豆花 還是鹹豆花 錢雪也喜歡吃鹹口的 皇上喜歡吃鹹豆花 蘇姑娘也喜歡吃鹹豆花 這太巧了吧 你們太有緣分啊 真是 真是有緣分啊 哈哈哈哈 老夫也喜歡吃鹹豆花 哈哈哈哈 薛老先生跟朕還頗有些緣分啊 皇上 您說得太對了 咱們太有緣分了 皇上 老夫幫您撐一碗 有勞了 薛老先生 來來來來來來來 這老頭也太能當地能跑了 得想想辦法 皇上 您請 有勞薛老先生 對了 這個是宮廷玉葉酒 外面賣一百八一杯呢 快嚐嚐 我 宮廷玉葉酒 嗯 那我是得好好嘗一嘗看 我嘗嘗 行 果然 好酒 師父 哎沒事沒事 老薛酒量去 讓他睡完就好了 來人 帶老薛下去休息 是 想不到蘇姑娘 除了飲食 生活習慣跟朕也頗為相似 是啊 前缺也是頭一回碰到這麼巧的事情 什麼巧不巧的 這就叫默契緣分 對了皇上 既然 您的飲食和生活習慣都沒有什麼問題 身體也算健壯 不知道 您平時有沒有什麼不良嗜好 比如熬夜 久坐 嗯 缺少運動一類的 朕平日裡忙於症悟 需要大量疲樂功能 的確會 熬夜和舉坐 嗯 原來如此 那這麼說的話 您的病 倒也說得通了 朕的病 哎 好了好了 我們吃這麼多也該消耗神了 走出去看看 好 好 哎呦 哎呦 怎麼了怎麼了 我肚子疼我去解決一下啊 哎 娘娘我幫你看看吧 別管我別管我一會回來 哈哈哈 快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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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iftly 看不到你和別人 不愧是我寫官方CP 我才懂的 這就有數有下療傷了 哈哈哈 臭 ع 还说什么就对我一个人信用 男人都是傻的 不对 我身体没错 他们CB成了 我该高兴才对 对 要高兴 不过皇上 您虽然天子 为大印操劳固然没错 但不管是为大印百姓 还是您自己 您都应该多注意身体 苏姑娘教训的是 日后若朕有需要 请苏姑娘来看 不必日后 就现在有什么问题 您大可以告诉我 何处此言呢 这男子隐疾 房内知识 也并非罕见 只要您放平心态 积极配合治疗 假以时日 一定可以痊愈的 是谁告诉的 你朕有义疾 容飞娘娘亲口所言 再次说 你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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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 你灰疼 你灰疼 准备了这么多计划 我灰疼 这天 你灰疼 我灰疼 你灰疼 你灰疼 我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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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灰疼 你怎么来了 朕既然有了影集 身为妃子也应该关心一样 你说对吗 你听我说 是误会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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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有误会 那朕 应该亲自为容飞解释清楚 诶诶诶 今天太晚了 改天吧 改天 那怎么行啊 容飞觉得朕的身子有问题就不好了 还是解释清楚的好 不担心不担心 不行 一点都不担心 不担心 容飞觉得朕的身子没问题了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那下次再解释 下次 下次 看在你还有客人的份上 朕就饶了你 不过如果还有下次 这就真正不客气 我保证 下次再 下次再也不干了 不干了 是我太爱你 太过在乎你 想要与你 随时随地练习 感情这个东西如此神奇 你的电话响起我就在意 虽我太珍惜担心失去你 我对你小心翼翼撕心踏地 看到你和别的美女在一起 苏姑娘 见过皇上 苏姑娘 这是要去往何处啊 师父喝了那宫廷玉叶酒醉得厉害 我熬了碗醒酒汤给她送过去 有苏姑娘这样贴心孝顺的徒弟 还真是薛老先生的福气 朕先告辞 皇上 皇上 您怎么了 朕没事 朕只是 头晕了一下 那要不坐那边 我帮您看看 好 完了完了 这心跳怎么这么快 你好疼 肯定是这屋里太热 我对你小心翼翼撕心踏地 看到你和别的美女在一起 被滋味冲天对你傻傻脾气 一二三三 去 痴妒是因为我太爱你 嫉妒是因为太在意 不是你对她没了远去 对我就像我对你一样在意 不是 看吧 人家才是郎才女帽天生一对 哪儿能弄到我在这儿胡思乱下 热死了 苏姑娘 怎么样 昨日是我疏忽了 只替皇上您看了外伤 并没有做更进一步的检查 从皇上您的脉下上来看 您的身子的确有问题 此话怎讲 最近您受过的伤 应该不止手臂这一处吧 臣的确有过 欲刺中毒之事 那就没错了 您之前遇刺 中毒所受的伤 看似已经恢复了 但实际上 都是在您身上埋下了隐患 这些心伤旧疾在您体内不断的累积 已经开始影响到您的心脉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可能会更严重的 那依你看 朕应该怎么办 我得去跟师父商量一下 给皇上 开一副调理心扉的方子 希望苏姑娘 此事 不要与旁人提起 尤其是荣妃 忍真点啊 皇上 荣妃娘娘邀请您 今晚一起用膳 荣妃邀请朕一起用膳 是 娘娘让扶林姑娘过来带的话 奴才保证一字不差 恭喜皇上 这下终于把荣妃娘娘给拿下了 你告诉扶林 让她回话 就说朕一定赴约 夜未娘 满天烛光花 标扬 满天烛光花 标扬 满天烛光花 标扬 你打算跟朕赔罪吗 苏姑娘 怎么是你啊 不是皇上 您也约得我吗 这会儿 他俩应该已经吃上了吧 过了今晚 应该就能水到渠成在一起了吧 别想了 收拾收拾 准备回冷宫吧 给皇上请安 你什么意思 我 我身体不太舒服 零食不太方便 不舒服 那为何苏姑娘说朕约的是她呢 我 我 你背后藏的什么 拿出来 所以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 你应该知道朕喜欢的是你 为何要把朕推给别人 我是觉得苏姑娘也挺好的 和你各方面都很相配 朕早就对你说过 朕只对你一人心动 你可知 朕对你是全心全意的喜欢 可你对朕 是怎样的心意 是 我知道你喜欢我 你对我的好我也都记得 但是 感情这种事情勉强不来 我对你 从来就没有过那种喜欢 此话当真 当然 那你为何对人那么好 因为你是皇帝嘛 你看 立贵妃 朕妃 他们对你都很好啊 是你自己想多了 原来都是真自作多情 我应该内心的憔悴 多言不清醒的酒喝不醉 但眼下的每一口都是泪 我以为只要真心胜对 就可以让你忘掉上一位 无论我如何够悔 娘娘 要不奴婢伺候你喜数 我们就请吧 你先去睡吧 我想一个人带回 娘娘 太后娘娘一旨 容非不遵宫规 不守礼法 私出宫围 带走 太后 好好的为什么要抓我 容非 你被打入冷宫期间 私自出冷宫 还私自出皇宫 你可知罪 我 很多人都知道 臣妾最喜欢出冷宫了 怎么会私自出去呢 在哀家面前 还想狡辩 来人 押下去 大行伺候 住手 儿臣给母后请安 不知容非又做错何事 得罪了母后 我 皇上 被贬入冷宫的妃子 私自出冷宫 还私自出皇宫 按律 该如何处置 按律 当赐自尽 好 容非私自出冷宫 且私自出皇宫 证据确凿 哀家今日 要将她明正典型 可母后说证据确凿 不知证据在哪儿 宫外 众多学子都已经亲眼所见 画成画像在此 母后三番两次怪罪于容非 此次仅凭一幅画像想给容非定罪 不知是跟容非过不去 还是跟朕过不去 除了物证 还有仁证 仁证? 你们两个 把你们看到的 给我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小的是玉花园洒扫太监 初五那日 亲眼看见容非娘娘 穿着小太监的服饰 从冷宫里溜出来 看方向是往皇宫西侧门方向去了 小的是上一间太监 日日路过皇宫西侧门 却是看见容非娘娘 穿着冷宫太监服饰 走出了西侧门 你们两个当真看见了 小人不敢胡说 确实是容非娘娘 你们跟她对话了吗 确定那就是容非 你们两个可知道西侧该当何罪 奴才不敢 不敢 不敢撒谎 皇上 现在可是人证物证俱在 母后 此事诸多一点 仅凭两个小太监一面之词 未免过于草率 那皇上 要是不怕丢进皇家的脸面 可以召集 宫外的众多学子 当场对质 是否对质 容后三亿 但定罪之前 谁也动不了她 哀家知道 皇上一向啊 对容非是情有独钟 那 哀家这一次 就给皇上面子 把容非 打入大牢 择日审讯问罪 眼下只有一个突破口 宇文白 宇文白 宇文白能从宇文迅的手中 逃脱性命 一路被追而不上 他一定是掌握了宇文迅极大的罪证 宇文迅和太后是亲兄妹 如果罪证够大 太后一定会让步 皇上圣明 传旨 立刻积拿宇文白 不得有误 遵旨 容非娘娘 人证物证俱在 老奴劝您还是招了吧 王嬷嬷 我们也都是老熟人了 你何必这么咄咄相逼呢 来人 拖到刑具房 大刑伺候 你这人怎么 住手 参见英王殿下 王 王爷 殿下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从今天起 本王也住在这儿 容非娘娘住多久 本王就住多久 容非娘娘吃什么 本王就吃什么 王爷 您这是公然跟太后娘娘作对呀 你去告诉母后 要是想让本王从这里离开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 释放容非 让本王和容非娘娘一起出去 第二 抬本王的尸体出去 是是是 叶王殿下 谢谢你啊 是母后为难你在先 是我们对不住你 你别这么说 你和太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现在你被关在这里 皇兄知道了 肯定要急死了 容非在牢里的情况怎么样 还好 自从婴王殿下进入大牢之后 太后那边的人 也再没有去为难过 吃的用的 一切都好 还好有婴王在 帮了朕的大忙 不过朕的女人 一定要亲手把她救出来 启禀皇上 于文白已经带回来了 带起来 朕亲自审她 是 是 王爷 韭菜已备齐 请慢用 真不错 不错嘛 来 为了我们难得的牢狱生活 干杯 干杯 吃菜 嗯 把王爷带走 是 你说什么 尹文白被当街刺杀了 属下办事不力 求皇上降罪 降你的罪 尹文白能死而复生吗 都是属下无能 这尹文白一死 朕就没了尹文迅的罪证 就没了制约太后的手段 这该如何是好啊 属下 在抓到的刺客身上 搜到了丞相府的令牌 你 今日 谁也救不了你 拖出去 朕看谁敢 老妃 母后 朕和你说过 朕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荣妃的 皇上 证据如此确凿 还要一心维护容 当真不要皇家的脸面了吗 母后知道吗 朝廷侵犯与文白 已被朕缉拿归案 不过在押送过程中 被刺客当街刺杀了 刺客朕已经抓到了 并搜出了令牌 他是语文迅的 刺杀侵犯是死罪 母后执意要杀人 那此事 任意要追查到底 好 谢谢你啊 是朕不好 没保护好你 这不怪你 要不是你 我早就被太后给杀了 这几天 朕一直在想 或许你是对的 皇宫的生活 可能真的不如老公 从即日起 如你所愿 去你的老公生活吧 朕不会再来打扰 朕不如你 是你 真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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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季来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吐吐吐吐 这女人好好收拾你 给她尝尝 这可不行 这里一分就代表分离 好了 遇见你 我真的觉得特别幸运 事情 千万能如飞 可怕让人心动 怪不得这世间那么多女子 朕却只为你一人心动 朕能感觉到 你对朕的心意绝非最强 足够 要是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我们大的媳妇啊是啊 这家里活都在管 哎呀 混沌了 热乎乎了混沌 混沌了 来客官来吧 混沌了 来相公 哎怎么了相公 见过皇上 二位快请起 不知二位 此次前来所为何事 皇上 最近城中发生奇怪热病 患者身上起红疹 发烧 重者可血昏迷 而且 已经有大量的百姓染病 情况有些危急 薛老先生跟苏姑娘 医术高超 可有查出这热病 是因何而起 这热病发作极快 事先毫无症状 我和师父忙于照顾病人 还没有来得及调查病员 之所以着急来见皇上 是因为我和师父都认为 这不是普通的热病 嗯 恐怕 会是瘟疫 瘟疫 娘娘 我看咱们要不去搓会麻将 哎 嘿嘿 定时冷宫里 闷得慌 杨姨 要不仅再拿我顶替一回 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 还出去呢 娘娘才从天牢里放出来 你就少抽点这种疏主意 嗯 是啊 我已经给秦玉听了这么多麻烦了 哎 没事 我这么待着挺好的 啊 啊 是是是 在宫里待着也挺好的 哈哈 哦 对了娘娘 今儿我出去采买的时候 看见城里不少人生了病 各大医馆都挤满了人 听说这回是瘟疫呢 哎呀 这么看来还是咱们宫里安全 嘿嘿嘿 瘟疫 嗯 不可能 是谣言吧 你娘娘怎么知道的 我写的小说剧情里就没有瘟疫这个剧情 嗯 估计就是季节消替 发生了小规模流感吧 哎 没事 有苏神医和薛神医在 肯定很快就能解决 嗯 秦玉要是知道苏前学医是这样解救民间疾苦 肯定也会很感动吧 想不到 这热病来得如此凶猛 更糟糕的是 这病情还在城内不断地传播 不只是我们这里 不大医馆都收满了病人 快要顾不过来了 赵小五 属下在 传指金赵野 害医官和药物前来救治 不得有误 是 李之洞 在 传指太医院 太太医前来救治 不得耽误 遵旨 此次瘟疫之事 丞相大礼相助 我们王子身为感激 愿与丞相结为盟友 共同对付大义皇帝 在下 以茶代酒 敬丞相一杯 一助丞相 心想事成 二助 两国永结同好 老爷 城中已经安排了几十名人手 分散在城中各处传播谣言 相信到了明日 满城就会传开 皇上强推新政 导致瘟疫 皇上有心事 不完的情绪慢慢退后 没有 是在想 荣菲娘娘吧 这半块玉佩 浅雪在娘娘那儿 也见到过另外一半 苏姑娘 苏姑娘 外边有几个病人的病情恶化了 什么 我现在过去看看 荣菲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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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你怎么来了 皇上染上了瘟疫 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 皇上染上了瘟疫 现在 一直在昏迷当中 皇上一向身体健康 极少生病 怎么会 突然感染上瘟疫了呢 其实 上次进宫的时候 我就发现皇上身患旧疾 但是皇上怕娘娘担心 才让我保密的 如今瘟疫发作 皇上又日夜操劳了 既然让这病趁虚而入了 都怪我 我应该坚决一些 让皇上回宫里去的 不对啊 我的小说里 皇上就没有什么旧伤暗伤 也没有感染过瘟疫啊 苏菲 娘娘 皇上就是在昏迷的时候 还要换着您的名字呢 发烧 红疹 昏迷 这些症状我好像有印象 这不是血魁症吗 血魁症 感染瘟疫的人 是不是轻者发烧红疹 重者咳血甚至昏迷 确实如此 娘娘您见过这病吗 这就对了 这个血魁症曾经在北敌肆虐过好多年 可是在小说里 也只在北敌流传 并没有到达京城 如今怎么会越过边境 传到了京城呢 娘娘 您既然知道有这个病 那你知不知道什么药能治呢 治疗血魁症的药 你知多咱吩咐下去 所有人不得出门 在有患者的门口做好标记 等着大夫上门看病 这样就初步阻断了瘟疫的传播 你们也照顾好自己 等我回来 好是 请你 你坚持住 我一定会找到解药来救你 皇上 您醒了 皇上 朕睡了多久了 皇上 您昏迷了一天一夜 一直搞熟不起 真是吓死奴才了 好了 朕不是没事了吗 对 皇上侯服齐天 一定会没事的 荣妃娘娘 一定会给皇上找到解药的 荣妃 她也来了 皇上在昏迷的时候 一直换着娘娘的名字 小的就去冷宫 把娘娘请了过来 娘娘一来 就发现 这一病是来自北迪的 说是叫什么 解魁症 北迪 对呀 这天下的北迪人 这缺陷 这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荣妃呢 她在何处 奴婢娘娘 去给皇上找解药去了 北马 皇上 你还未痊愈呢 北马 是 西星草 有了这个 分疫就有解决办法 晴玉 你再等等我 我马上回去 姑娘 这山里可不安全呢 你一个人跑来做什么 你管我 你们什么人 七星草 你认的七星草 你们是北迪人 今天 绝对不能让你活着 去 给我检查一下他们 是 是 秦玉 卢飞 卢飞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 担心你吗 你身体不好 就不要乱跑了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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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卢上 秦玉 卢上 秦玉 怎么样 病情更加严重了 要是再不及时治疗的话 哎 新草屋采回来了 熬成药汁给他服下就好了 是吗 阿雪 赶紧熬药 来 二位 帮帮我 帮帮我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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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这一晚是刚刚熬好的 您为皇上喝下就行 好 谢谢 这玉佩 是您跟皇上一人一半的吧 你怎么知道 听皇上提起过 皇上还说了不少和娘娘的事 当时浅雪便觉得 娘娘一定和皇上一样 有着相同的心思 今日看到你为了皇上 这般的不顾危险 便更加能够确认了 浅雪不是娘娘 不能体会娘娘的苦衷 但是 如果两个人 彼此都有着相同的心意 那便是很难得的事情了 更应该好好珍惜 娘娘 您觉得呢 没有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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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 书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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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什么 我就是想问问 我这一直不回冷宫 多久会被抹杀 按照规则 想要满足不被抹杀的条件 最多每隔三个月 就必须回冷宫一趟 并且要待满十二个小时 也就是说 每三个月就要回去打卡一次 一次待满一晚上 这样就不会被抹杀了吗 确实符合规则 三个月半天 半年一天 一年两天 那这么算下来 我能和琴玉在一起 生活好几十年呢 你看起来好像很高兴啊 那当然了 吹香爱情 小片儿不懂 那我就放心了 你醒了 荣妃 你不喜欢这 我何必替朕去采药呢 那现在朕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也喜欢朕 你也喜欢朕 荣妃 皇上娘娘 咱们是直接回启宫吗 不回冷宫 啊 啊 那个我东西不都在哪 不得先拿回来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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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哪 去老公 是 皇上 属下已经收到消息 在城中多处水井内 搜到了身上绑着石块的瘟疫病尸 这很显然 是有人故意投在水井之中的 散播谣 说新政导致瘟疫的人 抓到没有 散播谣言的人很多 属下已经抓到了一些 一切真的如皇上您所言 这背后真的有人指使 只不过 这些人拿钱办事 并不知道背后的指使者是谁 瘟疫 是北敌人的瘟疫 攻击荣妃的人 是北敌的秘谛 朕现在可以推断 丞相和太后 恐怕已和北敌人勾结在一起了 皇上 属下请命 但人捉拿丞相 绝不能让他 再祸害我们大印的百姓 以目前的证据 不足以给他定罪 可是皇上 这些人如此丧尽天良 难道 我们还要再继续忍下去吗 丞相和太后一趟 在我大印数大根深 或掌握十足铁证 无法将他们绊倒 朝廷动荡 受苦的依然是百姓 这样的人 朕也不会允许他们继续霍国殃民的 宇文迅这种老狐狸 越没有消息 他就会越怀疑 只要他怀疑 可就会冷静瓦解 天天陪我一起吃打饭 对啊 想你 那我为你吃一个喽 张嘴 啊 好不好吃啊 好吃 那你也为我吃一个 真的 快点 哎呀讨厌了 快点啊我要吃了 快点啊我要吃了 你也尝尝 张嘴 啊 好吃吗 嗯 比胃都好吃 好 喂我 哦 那朕走了啊 那你路上小心 你先回去 先看着你走 你先走 我想再看看你 你先 你先 你先吗 你先吗 先走 你先 皇上 上个早朝而已 又不是生离死别 不用这么夸张吧 你懂个屁 我懂个屁 那不是皇上吗 皇上这是去哪儿呀 好像 好像是朝容飞娘娘那儿去的 什么 怎么又是他呀 这女院有什么魔力呀 怎么回回都能把皇上迷得 身困剑倒的 哎呀 不行了 哎娘娘 我又闷了 哎呀 娘娘 您别生气 您想想 那可是容飞娘娘 别看她这伙得意 说不定过两天又惹出什么麻烦呢 肯定 很快又会被关入冷宫了 好 咳咳 你又要进了 哎呀 这次不一样 就一个晚上 我天一亮 马上就回来 我大印历朝以来 这冷宫住的比自己家还亲的估计就你自己 哎呀 我这不是也住出感情了吗 冷宫里的小六子他们也好久没见了 嗯 真不行 你就当我去一股四田了吗 你都有阵了 你还需要一股四田吗 哎呀 你对我最好了 我这次就住一天 好吧 提前说好 不许住住不出来 放心吧 这次绝对不会 哎呀 哎呀 倒计时开始 你们怎么一点反应有没有啊 嗯 娘娘 小人拿不准 这回该是伤心呢 还是开心呢 哎呀 那还用说吗 当然是开心了 不过说好了 这次我就带一个晚上 啊 伯玲 是 把这个看好了 时间一到 立马走人 一秒都不能耽搁 遵命 行 赶紧呢 我哥搞起来 师父莫子路 你确定 那荣飞又进去了 娘娘放心 奴婢先前亲眼瞧见 荣飞娘娘带着她的侍女伯玲 进了冷宫大门 绝对没错 好啊 本宫就知道 皇上这般英明神武 才会被她一个区区的荣飞给迷住 就是 真要说起来 只有娘娘您这般姿色 才配得上让皇上心动呢 就你嘴甜 娘娘娘娘 我好了 慌什么 有事 说事 奴婢刚刚瞧见 皇上带人也被冷宫去了 什么 好够了 我先来订个觉啊 这一趟回冷宫就两个字 高兴 我们这些人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也相处了这么长时间 你们对我的好 对我的照顾我都记得 今天我严一在这里 跟大家郑重的表示感谢 遇见你们 我真的觉得特别幸运 哎 苗娘您说的是哪里的话呀 遇见您 才是我们最大的福分 是不是 宫里这么多主子 有几个能像您这样 帮我们当人头 所以啊 是我们 谢谢您才是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就变商业胡捧了 该说的都在酒里 干杯干杯 来来来 吃饭吃饭吃饭了啊 快吃快吃 刚驾到 秦玉 秦玉 参见柔飞娘娘 还愣着干嘛 赶紧的呀 你怎么来了 我不说了吗 我们应该回去 这一想到一晚上见不到你 这受不了 反正在哪都是住 朕就想着陪你一起 让朕也监视一下 朕老公的魅力 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的 怎么能叫麻烦呢 跟你在一起不麻烦 算你会说话 那我奖励你跟我一块吃火锅 请 上次朕来的时候还没仔细看 想不到你把这冷宫 收拾的还不错吗 那当然了 我又不是来冷宫受罪的 要是真的又破又落风 我还怎么过日子 你还真想在冷宫里住一辈子啊 那是之前 现在不一样了 不过这冷宫啊 被你收拾的虽好 还差一样东西 差什么 差个男主人 这样就好多了 此处以后 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居所 是你与朕 两个人的住处 日后 你若想偶尔回来住住 算朕一个 朕陪你一起 好 与言为定 差一点 差什么 进 到时间了到时间了快起床 起呀 哎哎 醒醒醒醒醒 小小你快快快快起来 起呀 你那么早干嘛 不早了我们该出冷宫了快快起起 时间还早呢 哎呀这跟时间早早没关系 快快快起起 真太累了 真想休息 除非 你亲这一口 这样写了吧 快写 略写敷衍 不够诚意 那 我数三二一啊 三 二 一 好了啦走了走了穿衣服穿衣服走 走了 给太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谢太后 怎么了 眼睛红红的 受了谁的欺负了 回太后娘娘的话 都是因为皇上最近对那荣妃娘娘愈发恩宠 简直就是毫无忌惮 不顾礼法 我家娘娘看着伤心 这些日子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现在 横在你跟皇上之间的 就是荣妃 你想抢回皇上 就必须 把这个麻烦除掉 除掉 娘娘 奴婢觉得太后娘娘说的没错 只有解决了荣妃娘娘这个麻烦 您才能重新和皇上在一起 皇上 皇上 娘娘的早膳准备好了吗 弗玲姐姐放心 娘娘的饭正放在灶上热着呢 那我们先去给娘娘打洗脸水吧 是 徐区一个宫女 竟敢在荣妃早膳里下毒 谁给你的胆子 是奴婢自己的主意 与他人无关 还敢自议 来人 拖出去 赶 是 皇上不要啊 皇上 皇上 是臣妾管家无方 才与一时鬼迷心窍 才会做出这等错事 臣妾求求您 求求您放过她吧 你要罢 就罢臣妾吧 娘娘 皇上 娘娘对您一片痴心 可您始终只对那荣妃娘娘一人毒宠 甲鱼 是奴婢实在替娘娘不平才做的这般决定 与娘娘好有关系 您可千万不要错怪娘娘 就因为争宠毒计 就给荣妃下毒 此等兴长 何其怠毒 朕的后宫之中 怎会有你这样的妃子 皇上 臣妾虽对荣妃不分 但绝不曾有谋害于她 你看错臣妾了 朕就是看错了你 才会容忍你到金铁 来人 有 把他们押入大牢 是 皇上 等一下 荣妃 刚好你来了 这两人想要谋害于你 如何承治 你来决定 既然皇上让臣妾做主 那臣妾肯请皇上放过他们 放过他们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他们两个想要谋害你 那我现在不是也没事吗 而且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你难道还相信他们两个的鬼话 嗯 我信 呀 还没走呢 没没有了 我就是想跟你说 谢谢 哎 没事 之前我还打过你一顿呢 那就算扯平了 哎呀 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都要跟你说 我真的没有打算要下要害你 我知道 你只是对皇上一片真心 而且我还知道 你只是有些蛮横傲气 但从来不会做这种事的 现在 我有点明白了 皇上为什么会这么喜欢 那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嗯 王爷 最近您天天出城塔青 难道就没找到点灵感吗 本王是喜欢诗词 可这诗词一到 努力固然重要 天分也必不可少 本王这点资质啊 与蓉妃娘娘相聚甚远 想要得出一些满意的诗词啊 又岂是那般容易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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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浑然去雕市 清水出芙蓉 王爷 王爷 好诗啊 诗好 哪记得上人美 姑娘 公子 您是 苏浅雪 苏神医啊 原来是苏姑娘 早就听闻清城内有位女神医 不仅免费听者看病 还治好了这次的瘟疫 让我大应百姓免于病苦之中 在下仰慕已久 今日得见 实属荣献 公子过奖了 治病救人 本是医者天职 神医之名 实在不敢当 对了 还被请教 公子姓名 在下 秦川 秦川 您是 英王殿下 浅雪失礼了 无妨 苏姑娘妙手人心 一心为我大应百姓祈福 实在令人敬 本王想在京城内啊 开一所医师学馆 免去学费 为我大应培育更多医师人才 只不过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教习人选 不知道 苏姑娘可有兴趣啊 王爷有此善心 真是我大应医者 和百姓之福呢 如果有能用得上我的地方 请许绝无二话 如此幸好 这御花园逛来逛去 都是这个样子 看都看你 公主 多出来走走 有利于身体 总比您成年懵在宫里强吧 我想我的小川川 也不知道她现在在哪 还能不能再遇见 遇得大 遇不到 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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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公主 遇不到了 哎公公公公公主 你看那边 小川川 小川川 平乐 老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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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个女人 如假放坏 我的真命天子 你真是个女人 这下我真失恋了 公主 你也不用太难过 上次你救了我 我还没感谢你呢 要不我一会儿 请你吃饭 快吃啊 别看了 有什么想问的 就问吧 皇兄 你和小川川 真是夫妻 真是皇帝 她是朕亲口侧封的戎妃 有何不妥 什么小川川 叫嫂子 等等 嫂子 你有没有一个跟你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兄弟 真没有 要是有的话我肯定介绍给你啊 好吧 哎呀你也别灰心 我到时候和你皇兄帮你好好捂色一个 肯定让你早日脱单哦 许个鸡腿 嗯 这也要吃 好 好 来张嘴啊 啊 好 好吃吗 嗯 你也吃吧 啊 好吃吗 嗯 好吃吗 这鸡腿顺境不行 哈哈哈哈 你 你没事吧 哪里不舒服啊 没事 可能最近太累了 经历有些懈怠 也是 你这病才刚好 苏姑娘也说了 你要多调理 这段时间就别太辛苦了 我们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走 丞相深夜召见 不知有何之事 你口口声声说 瘟疫有多么厉害 多么厉害 可现如今 轻而易举就让人破解了 本相 有一终极计划 我 你 好 我 忙呢 这还没到吃饭的时候 你怎么就来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身体嘛 特意给你拿了药 来 趁热喝了 好 这是 电视的卷子啊 这是电视 评选的十家卷子 朕要从中 评出一甲的头三名 那你觉得怎么样 这许文长的卷子啊 无论是 师父 策论 文采 精益 皆为上堂 无人能出其 这状元之名 他许文长 实至名归 我就说嘛 这状元就给许文长的 那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等等 这还没上吗 你想提前泄露不长 对对对 那我到时候等放榜的时候再告诉他 正好我跟老周老田他们也好久没见了 到时候一块吃个饭 给许文长好庆祝一下 你就知道记挂你那些朋友 老朕呢 你这话说的 我怎么可能把你给忘了呢 到时候外面肯定很热闹 我们一块吃文广广广 这还差不多 马上让一下让一下 马上让一下 来 让一下 谢谢 让一下 勾住了 来 来 谢谢 谢谢 老倩 我这边没有啊 你那边有吗 我这没有啊 我再找找 不用找了 我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儿 在 在 在那儿 出了 出了 不是重要 不是重要了 我真的重要了 我真的重要了 众愿出刑 前者必让 众愿出刑 好 前者必让 好 好气喊啊 有不起 闹闹着 我们再去看看吧 好 走 恭喜 月亮 小小姑娘 小小姑娘 好消息啊 那许文长许公子 搞中状元了 当真 比金子都真 黄榜投名 一丈由千 那真是可不得了 你和许公子感情深厚 这会儿 还带在屋里做什么 赶紧打扮打扮 去见他呀 小小 你怎么了 如今他已高中状元 小小不过是一介青老女子 身份悬殊 若这般大喜之日去找他 恐不合适 状元狼来了 来了 快气呀 小小 好 这到来这儿了 恭喜许公子 高中状元 小小姑娘 小小 他 他怎么了 来了来了来了 这不来了吗 小小来了 有没有 有没有 小小 好 谢谢啊 这个狼牌 你冒的 我给你 来救我呀 你没什么 在我 这 有 在我 我 你 你 我 啊 小小已经听闻公子高中 在此向公子贺喜了 不必多礼 不过公子既已高中 此时不应该骑马游行 为何身在此处 文长死了 一则是为报喜 二则 却是为了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在下想为你赎身 而后名媒证据 成为结发夫妻 公子心意 小小如何不知 不过公子如今已是状元 小小不过是一介青龙女子 身份有别 如此强行相接 公子日后试图必将受其影响 你小小又如何忍心 是很为公子拖累 考取公 这是为了对得起一身所欲 倘若如此 就要错过丁姑娘话 却对不起文长自己的心意 更会况 只要是两个人真心相爱 哪怕日后真的有艰难挑战 也可携手相迎 共同面对 文长对此毫无所惧 只看丁姑娘是否愿意 与在下并肩 我忠你的温柔 红颜留给我 一种不回头 与在下并肩 夜半细雨落地上 滴滴水入我胸口 发作丁姑娘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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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见 有点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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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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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中 握紧我的手 一番红的双眸 我穷出客流 烟雨缠绕住我 泪雨在梦里上流 遗忘却是剑几口 你哭现在我 眼中 你说老许的家伙又是状元 又这么有担当 性格还好 丁姑娘要是嫁给他 俩人肯定能幸福一辈子 那有什么 朕还是皇帝呢 你跟朕在一块那才叫幸福 这世上 无论发生什么 朕都不会允许 你跟朕分开 好好好 你最厉害了 老板 给我来两根 好嘞 拿好 谢谢 哎 嗯 眼中 时光 沉沉 流淌 就这味儿 给朕尝尝 这可不行啊 这离一分就代表分离 你还信这个 反人不行 你是你那个 好吃吗 好吃 皇上 设施的一共十六名工匠 全部都抓起来了 随时到后皇上翻译 也不能全怪他们 意外而已 仗子二十 罚风扮您吧 是 皇上 您这伤 要不还是请太医来看看吧 一点皮外伤 不碍事 朕没那么娇气 晴悦 哎 龙飞奶奶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受伤了 这御书房啊 久未修缮 有些老旧 朕进屋的时候 被梁上的木条砸了一下 不碍事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疼不疼啊 不疼 哦 我那有活血化液的药 我去给你拿 哎 哎 皇上 这龙飞娘娘对您 可真上心啊 那当然了 皇上 今晚薛哪位娘娘士气啊 趁有龙飞一个就够了 翻什么牌子 拿去吧 皇上 您和荣飞娘娘 感情这么深厚 为何迟迟 不肯去拿进宫士气呢 这 战之前一直都是去荣飞宫里 也没特意提过此事 您说您之前在后宫里 没有中意的也就罢了 可是 现在您和荣飞娘娘 情投意合 这事 也应该提上日程了吧 要不想着这起居住本 就没法继续往下写啊 这朕并非是不想 只是 此事如何向荣飞提起来 他如果觉得朕 过于着急可怎么办 皇上 这哪还用说什么呀 您和荣飞娘娘本就是夫妻啊 那 那 行那夫妻之事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老丈 说得真对 皇上 您就应该当机立断 不要再犹豫了 对对 好 当机立断 啊 啊 啊 原一 你可以的 主动一点 当机立断 啊 啊 那个你来啦 是 你的伤还好吧 好多了不乏做事 做事 这不是那个意思啊 哈哈哈我知道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天天不早了我们 休息吧 啊好 看 嗯 我们 跨一吧 啊 跨一 哦 啊 啊 快一 你怎么了 没没事 你刚不是说你伤没事吗 真没事 我帮你揉揉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今晚的容飞 格外让人心动 来人哪 走水啦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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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皇上 宫里走水了 老赵已经找人去铺救了 皇上 您和娘娘还是先移驾吧 照顾好船飞 真情的去找他 是 皇上小心啊 怎么样 入了秋 天干雾燥 意外走的水 不过还好 火事已经控制住了 那就好 不过你最近怎么那么倒霉啊 又是寝宫着火 又是背木头砸 前两天走路还差点摔跤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么一事 不行 我们得找个庙拜拜 好 听你的 怎么了 秦玥 太医 太医 怎么样了 娘娘放心 皇上 只是最近操劳过度 再让皇上好好休息 也就没有大碍了 那就好 多谢太医 辛苦了 太医 我送你 我在小说里 也没把你写得这么挺 我又病了 这就是代价 书官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什么代价 当然是你钻规则漏洞的代价 按照原本的剧情 颜一这个角色 早应该在西县大劫的时候死去 结束她的角色使命 而你却频繁离开冷宫 改变了大量剧情 还坚持守在奇遇身边 甚至和她相爱 使这个世界的剧情 脱离了原定轨迹 作为男主角的奇遇 便开始受到这个世界的反噬 反噬 没错 小说的男主角 受到小说世界的气运加持 可一旦这个世界发生了改变 作为主人公的他 便首当其冲 受到影响 开始不断的厄运缠身 受伤 火灾 生病 这些你以为的意外 其实都并非意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发生在他身上的厄运 会继续加重 到最后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怎么会这样 书官 你一定有办法 对不对 你帮帮我吧 办法 倒并非没有 但需要你的配合 你说 只要你说 我什么都愿意做 只要让这个世界恢复原样 作为男主角的他 自然就不会再有危险 而因为你的缘故 使得炎依依这个角色 成为导致一切变化的罪魁祸首 现在只有将这个角色彻底抹出 才能让这个世界回到原定的轨迹 但你放心 抹除的只是这个角色 至于你自己 只要回到冷宫 完成你的一百天任务 就可以回到你的世界了 只有这样 才能救他吗 是的 只有这样 好 我答应你 不过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天 就一天 就一天 你要知道 炎依依这个角色被抹除之后 所有人 所有人包括秦玉在内 都不会再有关于你的记忆 多留一天 多留一天 并没有什么用处 我知道 从最后 我只是想跟他好好做一个告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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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你就这么照顾了朕姨 是啊 别人照顾你我不放心 还是我自己来比较好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照顾朕了 所以你更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再有下次我可要收费了 还要收费 能不能一辰相许 行 那一斤算你十块钱吧 这么贵 皇上 娘娘 早餐准备好了 走吧 走吧 你这么看着正干嘛 没什么 你还饿不饿 要不要再吃点 不用了 时间差不多了 等待去上早朝了 哎你你今天能不能不去啊 就这一天陪陪我 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那今日朕就不去了 这一天的时间 朕就陪着你 谢谢 跟朕还客气什么 今儿想干什么 嗯 你跟我走吧 好看吗 好看吗 好看 哎 你还记得吗 那次书姑娘来 我们一到游园 那天也下着雨 也是这儿 当然记得 你提出散步 借着肚子疼 然后跑掉 其实当时都是骗你们的 我就在后面看着你们的 你们有说有笑的 我可知错了 你还好意思说朕 你提出这个搜主业 错合朕和苏姑娘 跟人家说朕有隐吉 就从这点 朕就应该好好收拾你 其实当时我就后悔了 还有 你看到计划书的时候 问我对你什么心意 我说不喜欢你 也是骗你的 只是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这段感情 害你那么难过 对不起 好了 都过去了 还说这些干嘛 我们现在好好在一起 不就行了 拎绕我心头的姑娘 你在哪 好美啊 要是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你今天 为什么这么多感慨啊 比一种我才的专家 大概 许有感而发吧 对了 都说妻子应该给丈夫亲手做一顿饭 那今天就让你查查我的手艺吧 想吃什么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就螺丝粉吧 螺丝粉 你怎么知道 那次冷宫就是你偷吃的是不是 这吃东西的事 咋能叫偷呢 行 那你螺丝粉 不过你得帮忙 好 是谁的芬芳 摇曳了烛光 依然能发香 纤绕在我手上 冰霜融化 你要不要教教我 你来 你就切跟这个差不多 再切 想对吗 再稍微细一点 慢点 小心熟啊 嗯 你在哪 日海中晃晃凉茫茫 我一种有你的地方 花些花开我的苦衫 哇 好香啊 怎么样 想吃 我给你盛一碗 我给你盛一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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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颗烂时光 真将会险阳 这螺丝粉啊 就是文显的臭 但是吃起来 让人欲罢不能了 就像你一样 你什么意思啊 说我臭啊 不是 你是让人欲罢不能 算你会说话 那奖励你多吃点 好 你陪我 你陪人的发暂 继绕在我手上 冰霜 容狂 飘泊的月啊 只见面思凉 飙喝了时光 怎么不吃 吃 好了 没有啊 马上啊 等一下 朕等的花儿都谢了 来了 好了 可以拽下来了 这什么东西啊 你打开看不就知道了 这是什么 礼物啊 礼物 我上次不是打碎你一个 粉彩百路瓶吗 我就想补偿你 然后呢 我就去了酱作坊 亲自给你做了一个 这瓶子长得倒是别致 我也是第一次做啊 做失败了好几个才做出这么一个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还给我 谁说真不喜欢哪 你亲手做的礼物 一万个粉彩百路瓶都比不上 曾经以后 他就是朕的最爱 你送了朕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应该回礼才是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朕满足你 那你再陪我做件事 上次不是才放过吗 你怎么又突然想到做这个了 那不一样 我还想跟你放一次 你拿好啊 好 你写什么呢 不许看啊 看了就不灵了 好了吗 好了 等一下 好了 准备好了吗 好 三二一 放 你写的什么呀 你还记得这儿吗 当然记得 当初你给朕送礼汤 就是在这儿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的 什么第一次 没什么 当初朕也没想到 区区一个妃子 竟然能当着朕的面 小鬼醉着 你还说呢 为了处理那瓶冲药 我把初吻都给你了 你是初吻 难道朕就不是 也对 那我们算是扯平了 当时朕也不知道 竟会喜欢上一个 给天下药的妃子 还喜欢得如此赤裂 如此难舍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有的时候比小说还要奇妙 是谁的芬芳 摇曳了烛光 一人的发响 一人的发响 箭绕在我手上 冰霜 融化 飘过的月亮 只剑点丝凉 飘喝了时光 边角热斜阳 尽影结成霜 是谁的远方 我独自欣赏 我独自欣赏 桥亮的月光 桑叶沙沙的香 是谁的奔发 是谁的奔发 摇曳了烛光 一人的发响 箭绕在我手上 冰霜融化 日刀太原渺 至你去何方 此再品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来证尝尝 他这手艺 真是百合不严 花上喝的可能不是娘娘的手艺吧 怕是 娘娘的心意 你最近又开始作话了 忙什么呢 皇上 阴言依依地离去 剧情回到正轨 朕忙公务忙到现在 爱妃就等了 没什么 臣妾知道皇上公务繁忙 只是害怕您的身子吃不消 您还没用膳吧 臣妾准备了几道小菜 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心意 嗯 都是朕爱吃的 爱妃果然懂得 皇上您过奖了 其实这些也正是臣妾喜欢吃的呀 看来飞玉镇还是这般默契 吃饭 六公公 歇着呢 嗯 开饭啦 开饭啦 六公公 这关的是哪位啊 上一堆饭也没有动过 没人知道里边关的是谁 这冷宫不就这样吗 没人知道你为什么进来 也没人在乎 一个人走 一个朋友 目光尽头 太久温柔 从最后 没有问候 独自承受 这结果 人潮汹涌 追着我走 淹没在城市之中 来 来皇上 你尝尝这个 我来 别来无恙 比海淘楼 泛红眼眶 笑着逞强 回头张望 那些风光 和我们曾续过的愿望 别来无恙 放掉过往 和曾经多荒唐的想象 今后时光 路多漫长 睡觉 睡觉 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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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您没事吧 随医生 朕做了个梦 嗯 朕骑着匹马 带着一位女子 罗宾四哥的追上 朕与那女子 似曾相识 而朕记不清她的脸 皇上 想不起就别想了 要不早些回宫歇息吧 也好 李志多 在 这瓶子 是一直摆在这儿吗 皇上 这不是您最爱的花瓶吗 之前 还是您亲手放在这儿 还让小的好好看护 皇上 您这是怎么了 可朕怎么感觉 算了 没事了 没有用的 现在 晴雨的记忆里 已经没有你这个人的存在 就算你重新站在他面前 对于他来说 也就是个陌生人 我知道 我只是 今日天气不错 倒是挺适合幽园 皇上说得是 这会儿娘娘 应该已经在 御花园里面了 我们也快些过去吧 显得 让他等候太久了 是 这什么地方 此处 应该是冷宫所在 冷宫 这应当从未来过 为什么会觉得 如此熟悉呢 这里面关着谁呢 小的也不知道啊 最后一会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舞出白方的双手 不吻的情绪慢慢退后 最后几句 简单的问候 思绪往左里往右 像你从未成全过我感受 倔强的是你言不由衷 找一个懒借口说是朋友 你的不舍我好迁就 不爱的敷衍认真过了头 没默契的配合 迷失在路口 我的难过你好温柔 想你从未犯过错的时候 头听到一场 蜚语周末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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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还在余花园里等着呢 不吻的情绪慢慢退后 最后几句 简单的问候 思绪往左里往右 像你从未成全过我感受 倔强的是你言不由衷 找一个乱借口说是朋友 你的不舍我好迁就 不爱的敷衍认真过了头 没默契的配合 迷失在路口 我的难过你好温柔 像你从未成全过我感受 朕有何不对吗 从刚刚 您就好像有心事 没什么 朕刚刚路过冷宫的时候 觉得特别熟悉 但却不知道里面关的是什么人 进了冷宫 想来也是可怜的人 不过皇上 眼下是和臣妾在一起 心里若是还想着其他人 那臣妾可要吃醋了 好 不想了 走 前面逛逛 好 皇上 您怎么了 没什么 正想到有作者没批 我们先回去吧 走 啊 怎么回事啊你 你个臭东西 竟敢打碎皇上心爱的花瓶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 怎么了 皇上 打碎了您心爱的花瓶 实在是该死 来人啊 算了 一个花瓶而已 碎了就碎了 下次注意就好了 啊 啊 是 赶紧收下去 不用了 朕自己了 下去 是 还不赶紧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谢谢皇上 赶紧滚吧你 皇上 你也下去吧 是 陈与他 钓匙 钓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站住 是何人 见到朕来 为何要躲躲藏藏 臣妾乃是前朝最妃 见过皇上 前朝 起来吧 如此文青 怎会是前朝之人 冷宫清幽 与世隔绝 清兴寡淡过日子 不与外籍干扰 也许 时间也比外面慢一些 清不清幽地道令说 这日子过得寡淡 朕倒是看出来了 你生病了 朕叫太医给你看 皇上不必 臣妾乃是罪妃 受不起这番恩义 另外 本宫乃是因其汇聚之所 皇上不宜救命 还是请回吧 那 你也好生保养吧 我也好生保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夜幻想过 能相濡一幕 爱情从来莫测 路过多少烦恼 多少幻想 留下回忆里依然美好 如果你的拥抱 这样就好 记得你曾经被我 骄傲 皇上 又做梦了 还是那位女子 越是最近 梦到的越是频繁 可朕就是看不清她的脸 朕让你查的东西 可有结果 回皇上的话 小的翻遍了所有宫内的册子 都没有找到那位前朝罪妃的信息 兴许是年代久远 已经丢失了 不过皇上 您为什么对这冷宫的妃子突然赶了兴趣啊 朕也不知道 只是有种 说不出的感觉 皇上兴许是太累了 应该多出去放松放松 休息一下 您今日不是和娘娘说好了吗 要一同出宫游玩 对啊 更衣 是 好 这样就好多了 此处以后不再是你一个人的居所 是你与朕 两个人的主持 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还差一点 还差一点 出来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工具 心情也好了不少 您觉得呢 对 你说的是 记得臣妾刚进宫的时候啊 住的不习惯 心情烦闷 也是您体贴臣妾 专门带我出来骑马散心 当时的情景 臣妾到现在都还记得呢 是吗 那今日换阵 好好放松放松 走 走 走 皇上你快醒醒 皇上 皇上你快醒醒 皇上 皇上你快醒醒 皇上 皇上你醒啊 你没事了 皇上你快醒醒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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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再过二十分钟 你就可以完成任务 返回属于你的世界了 是啊 可是我为什么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书官 你告诉我 等我离开之后 秦玉会一直开心幸福地生活下去的 对吗 当然 等你离开后 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任何的意外和变数 作为男主角的秦玉 也将按照小说剧情走向 成为一代明知 和小说剧情的女主角 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 那就好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赶紧问你才是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为何顾名策内没有你的名字 为何朕的记忆 总有你的身影 我不知道 为何朕会凭宫出现那些记忆 为何那些记忆那么熟悉 我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不要问我 还在撒谎 说 你到底是谁 我真不知道 你说 与你 与你 与天相依 心跳漫漫在靠近 平静夜空 划过一颗流星 导致 这鱼配拿来的 照亮的 我 我们 这鱼配 窗外 夜景 天空的云好几个 夜 妈米的清新 一样 三星 都被晚风吹散 现在 你在城市那边 我怎样戒掉习惯 成长是不是说再见 在 某个错觉的执着 我们彼此相拥 闭上眼看随着 每一次呼吸拥抱 不可错觉之中 雨天终于看到彩虹 将所有眼泪伤痛全包容 而我也终于看见你面孔 让飞 你 你记起来了 怎么会呢 因为她打破了规则 原本的颜依依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被抹除 所有人都不会有关于颜依依的记忆 但她 竟然凭借对你的爱 冲破了束缚 重新找回了对你的记忆 你是何人 你 你也能看见她 为何看不到 她已经打破了规则 就不再受到规则的束缚 现在 你可以把真相告诉她了 所以 朕不过是你笔下的一个人物 这个世界是你编造出来的 而你也并非荣妃 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是 所以我之前一直想放设法小孩回冷宫 只有我在冷宫待满一百天 才能完成任务 回到原本的世界 对不起 埋了你这么久 怪不得 怪不得 你总有初级的举动 怪不得 这世间那么多女子 朕却只为你一人心意 你不生我气吗 生气自然有一点 但朕能感觉到 你对朕的心意绝非作强 足够了 心意 不要走 你留下来 跟朕在一起 好吗 我也舍不得跟你分开 可是如果我们继续在一起 你就会失去男主角的资格 还会有更多的意外和危险 发生在你身上 甚至 你会死 以牺牲心爱之人作为代价 苟延残喘地活着 有何意义 如果这样朕要失去你 那朕情愿 自己了断 你不要这样逼我 朕没有逼你 而是想让你知道 对秦玉而言 死不可怕 可怕的是失去你 和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或许对你而言 你的牺牲是为了她好 但其实你这样做 对她伤害更大 那我该怎么办 你记得许文长和丁晓晓吗 如果这两个人 可以为了爱情奋不顾身地在一起 那秦玉和颜依依依为什么不可以 你是这个世界的作者 朕 是你笔下 战无不胜的男主角 只要我们在一起 让我们一起努力 没什么不可以克服 只需要你对自己多一点信心 也对朕 多一点信心 最后五分钟 我有必要提醒你 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已经被打破 所以从现在起 冷功任务不再具备强制性 你可以自己选择是否完成 不用再担心被抹杀的惩罚 不过从今往后 这个世界会因此发生彻底的变化 不再遵循原先的剧情轨迹 未来将会发生更多的变数 所以是走是流 你要自己考虑清楚 我 我考虑好了 我要和我的男主角在一起 你的男主角 我会让你失望的 你看这个台阶也不安全撤了 还有这个柜子 你看上面这些瓶瓶罐掉下来砸着你怎么办 再给你砸傻哦 还有这个这个角 万一你摔跤磕到头怎么办 不行啊都得撤 都这么晚了 安全措施的事能不能明天再说 今天先干净别的好不好 不行啊 为什么 太医说了 你这身子才刚好 有些事情不能操作过些 万一身体筋不住 这管你看一太二的 你放下来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好热闹呀 好热闹呀 想不到他们俩 还真的联手把这浴室学堂办起来了 嗯我小时候的男儿居然和女主在一起 这是什么神仙剧情啊 不是这样的 你才是真的女主 知道了 走 我们过去看看 苏姑娘 颜姑娘 黄 黄公子 大哥 你们怎么也来了 来看看你啊 你们这百草学堂开业 我们当然得来恭喜一下 哎对了 老鲜呢 他昨天晚上啊 因为学堂开业高兴 多喝了几杯 现在 估计还醉着呢 嗯 就他那酒量还畅饮呢 估计两杯就倒了吧 哎 你有空再帮琴姨看一下身体 我爸的身体还有问题 还看啊 太医不是才看过吗 太医是太医 所以姑娘可是神医 那能一样吗 没问题 一会儿忙完了 你再帮黄公子好好检查一下 大哥走 我带你到处看看 好 哎哎你小心点别摔着 好 走吧 你也带我看看呗 没问题 走 娘娘 老臣 老臣前日所提的大事 您考虑的如何了 此事重大 哀家还在考虑当中 像这种谋反的事情 一旦迈出第一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娘娘 难道您觉得我们现在还有回头路吗 如今皇上的声威是越来越盛 让他完全掌握了朝政 您将再不会有容身之地 英王殿下恐怕已命丧皇权 是啊 哀家是不能再犹豫 启禀皇上 北敌国送来国书 请求两国停战 并愿派出使团来我大应 进行和谈 北敌人一向凶残好战 怎会突然一和呢 皇上自继位以来运筹帷幄 知人善任 不但打得西戎国一溃千里 北敌国也屡吃败仗 既然知道无法战胜 那一和也是水到渠成啊 西戎败退 北敌秋河 这是皇上之功 百姓之福啊 丞相 此事你怎么看 皇上 北敌国不同于西戎 前线虽然连连失利 但并没有伤到金骨 此时一和恐怕有诈 而且 臣听说北敌国今年大旱 粮食欠收 国力空虚 不如拒绝一和 全力发兵 攻打北敌 嗯 丞相此言 颇有道理 不过我大印自立国以来 不断受敌国侵犯 百姓深受情 而且以北敌的国力 就算遭逢大汉 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击溃 依朕看来 不如接受一和 给百姓以休养生习的机会 皇上体恤百姓 是乃千古人均 传旨 接受北敌停战请求 允许他们前来一和 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主 刚刚听说北敌不和我们大印打仗了 要派出使团前来一和 一和 嗯 这 或许是一件好事吧 嗯 是好事 我的家乡 就在边关 每年因为打仗 不知道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家破人亡 不打仗就一定是好事 是啊 不打仗 对国家 对百姓 都是件好事 或许 就对我是件坏事吧 为什么要公主啊 两国一和 一般都会和亲 我的姑姑 姐姐 还有好几个人都是这样的命运 我不想离开大印 不想嫁到举目无亲的蛮荒之地 所以我才想着给自己找一个如意郎君 可惜 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 或许 这就是我们皇家女儿 天生注定的命运吧 蒙台王子 你看我们大印的山河景色 和你们北地比起来如何 好 我们北地以草原为主 忙忙辽阔 大印的景色也是秀丽婉约 各有风情啊 之后 若是两国能和平相处 欢迎王子 多到我们大印来游玩 放心 本王一定会来的 驾 驾 驾 好 王子殿下 赶紧处理好尸体 换好衣服 快出发 是 千雪姑娘 这些日子辛苦 谢谢王爷 对了 本王最近打算进宫一趟 去见一见母后 告诉母后 本王现在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王爷要进宫去吗 千雪也想同行 前些日子见了皇上和荣妃娘娘 皇上说一只睡眠不好 千雪研制了一味安神水 只好给皇上送过去 那自然是好的 千雪姑娘 你现在此处稍作休息 等我给母后请晚安 再陪你去见皇兄 我也好久没有见她了 好 北敌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娘娘 已经传来消息 一切都很顺利 北敌使团 一天后 就到达京城 很好 哀家这边也都安排好了 这等大事 再小心也不为过 娘娘放心 老臣一定会万分小心的 英王殿下求见 英王殿下求见 娘娘 是您召英王殿下过来的吗 不是 那老臣 先比一比 儿臣给母后请安 坐吧 谢母后 近日 川儿都还好吧 有劳母后挂心 儿臣最近挺好的 并且最近儿臣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哦 是什么触动了你啊 儿臣最近新认识了一位苏神医 儿臣和她一起建立了一座百草学堂 想要培养更多优秀的大夫 让民众免于病苦之中 能够更加的安居乐业 行医制药 那终归是小的 你是大胤皇室嫡子 你要谋划的事情 要更大 是全天下的事 母后 这治国和治病 都是让百姓更幸福的事情 并且儿臣找到了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您不应该感到高兴吗 可母后为你谋的事情 都是为了你好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母后你不觉得奇怪吗 您一直都说是为了儿臣好 可是儿臣却一点也不开心 开心是只有活着的人 才有权利说的 母后给你做的事情 虽然没有让你开心 但至少让你活着 母后 儿臣不做皇帝也可以活着 并且可以活得很好 那你不信我 哀家也就不再仕途说服你了 但是今日 在你亲生母亲与秦玉之间 你要做出一个抉择 我们俩 只能活一个 母后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哀家跟丞相已经商定 再过几日 就会调兵进城 诛杀秦玉 你要留在宫中 万一杀死秦玉 你就要登基称帝 什么 母后 你们这是要 谋反 哀家只是要拿回 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们秦家的天下 外人不来反我们 我们却自己反自己 母后 您百年之后 有何颜免去见父王 那父王传位给秦玉的时候 他可曾想过我们母子啊 母后 不用说了 现在闲上不得不发 今日 我就给你两个选择 要 你登基称帝 要 就杀了我 您是儿臣的亲生母亲 儿臣断然不能赏您好分 只是儿臣想劝你 都要一错再错 回头是爱 事到如今 已经没有回头路 既然 你不舍得杀母后 那你就站到母后这边来 母后 您抹口声声说是为了我 我看您是为了您自己吧 杀掉秦玉 登基称帝您大可以自己来 儿臣绝不参与 你是要去告密吗 我会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而且我相信 你当了皇帝 会比秦玉做得更好 你知道 当皇帝有多好 到时候全天下都是你呢 所有的人都会跪在你的脚下 你不是还喜欢荣妃吗 只要你杀了秦玉 她也可以是你的 既然母后主意一句 儿臣别无选择 一切接听母后案吧 你想通了就好 毕竟我们是亲生不饶 那我就把详细的计划告诉你 北敌王子敬见 北敌王子蒙台参见大印皇帝陛下 免礼了 蒙台王子 你北敌国多年以来不断侵扰我大印疆土 劫掠百姓 如今却想要议和 不知可有何诚意 我北敌愿献粮居一千品 牛羊各五千桶 同时希望大印皇帝能割让核桃之地给我北敌放牛木马 令碎币白银二百万 并派一名皇室公主驾到我们北敌 从此两国将和睦相处 再不起刀兵 你北敌国胃口不小啊 核桃之地乃是我大印疆土 绝对不会割让给任何国家 关于碎币 你北敌并不是我大印附属国 没有这个道理 至于和亲 朕不会考 这样 本王回去 再重新考虑一下 如何 当然可以 蒙台王子远来辛苦 今晚就留下好好休息 明日 朕在宫中设宴 招待使团 明乐 皇兄 想什么呢 听说北敌的人过来议和了 是 他们提出割帝 碎币 和亲 都被朕拒绝了 割帝 碎币不能答应 但和亲 其实很容易做到的 你是朕的妹妹 朕希望你能幸福 但不是牺牲你的幸福 去争取政治 皇兄 我知道你对我好 但是你为了大印 一直担惊截略 我是不是也不该太自私 以前 我很怕和亲 可是现在 一想到我因为自己的幸福 而让大印百姓 一直处于战火之中 不能和平 我也心中难 朕是想要和平 但不是靠牺牲尊严 换来的和平 那是虚假的和平 只有靠实力 争取到的和平 才是真正的和平 连自己的妹妹都守护不了 怎么保护我大印江山 皇兄 好了 赶紧到北场 赶 丞相请 丞相 明日就将举行大事 你这边 一切都已经安排 妥当了吧 王子放心 一切准备就绪 明日完颜至上 时机一到 王子的使团 配合太后的亲卫 攻击齐域 再加上 放入城中的北敌精兵 亲卫军 腹背收敌 撑不了太久 只要抓到秦裕 大决 就可告成 龙武卫是太后的当 而大印皇位 合法继承人士 秦川 丞相 你有足够的把握 控制局面吗 可别忙活了半天 最后 却他人做了假意 还好一向任我败布 秦川 更是懦弱 无能之辈 有北敌的精兵 和本相调来的军队 在京城外侧营 绝无意外 好 狐狂万岁万岁万岁 朕今日设宴 招待使团 大家不必拘束 随意就好 赐座 谢皇上 谢皇上 蒙台王子 来我大印 还习惯吗 大印物华天宝 人节地灵 本王一直心向往之 没有什么不习惯 朕 敬各位 谢皇上 皇上 关于义和 本王昨日已协商出了一个新的条件 我们不再要求割地 碎壁与和亲 牛羊马匹 我们也依然会献给大印 只需大印大印 从即日起 第一天 给我们北敌一厘米 第二天 给我们北敌两厘米 第三天 给我们北敌四厘米 第四天 给我们北敌八厘米 第五天 给我们北敌十六厘米 以此类推 只要给足两个月便可 我想 这样的义和条件 皇上应该能接受了吧 皇上 北敌这次带来了 马匹牛羊 一共一万亿千头 只是换两个月的米 很划算吧 蒙台王子 这义和条款 可是你们北敌主动提出来的 不会又反悔吧 本王向来信守承诺 一言九鼎 只要大印皇帝愿意答应 我们两国可立刻递结盟约 没想到 蒙台王子是小学数学爱好者 这位 就是荣妃娘娘吧 不知娘娘 为何发笑啊 蒙台王子连我也知道啊 看来情报功能做得不错呀 只不过 你自以为精妙的问题 其实就是等笔数列的问题 几千年后 用来考小孩的 娘娘无需顾左右而言她 只问 大印号称天朝上国 敢不敢答应 既然是天朝上国 当然敢答应 皇上 不知荣妃娘娘的话 做不做书 荣妃的话 就等同于朕的话 当然做书 你们这些人啊 根本就不懂本王这个条件的玄机 就算把全天下的米都拿过来 也满足不了本王的邀请 这有什么看不透的 我都说了 这就是个等笔数列的问题 简单的倍增公式 一开始看起来数字很小 但是不断的倍增 就会变成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 第三十天 需要十亿厘米 也就是三万斤左右 第四十天 数字已经庞大到万亿 也就是 三千万斤左右 等到王子说的第六十天 数字已经庞大到无法计算了 确实 全天下的米拿来 都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这么快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荣妃娘娘倒是有些不简单呢 不过娘娘 刚才已经在皇上答应了下来 你们天朝上国 答应的事再想反悔 那脸面可就丢尽了 我们答应了的事 自然不会后悔 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们说了给多少米 就给多少米 多一粒少一粒都不死 那就只能麻烦蒙牌王子 留在我们大意 一粒一粒的数 数到第二个月的时候 我们连人带米 一起给你送回北 好 好 是啊 好办法 荣妃娘娘说的对 一粒不多 一粒不少 好 蒙台王子 你就留下来好好的数完 如果你能够数完 我们也能给得起啊 哈哈哈哈 早就听闻 大印的荣妃娘娘才智过人 今日一件 果然厉害 本王这杯酒 就敬娘娘吧 怎么 想老反吗 你说对了 就是谋反 秦玉 你一定想得到 老夫早已经与蒙台王子结盟了 两方兵力包围之下 如今 你已经成了瓮中之别 长相 朕看在太后的面子上 对你格外忍让 先帝更是待你不保 为何要谋反 待我不保 皇上似乎忘了 当初先帝杀我儿子的时候 是怎样拒绝我的请求的 你儿子先是奸杀民女 后代兵图村 罪大恶解 只杀他一个 已是对你宇文家格外开恩了 罪大恶极又如何 之所以要死 只是因为我不是皇帝 没有掌握最高权力而已 如果他是皇子 又有谁敢杀他 啊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你有这样的想法注定你成不了君王 哼 成王败寇 将来史书如何书写 由我这个胜利者来决定 杨虎 在 还不将秦玉拿下 是 拿下 杨虎 你什么意思 你勾结敌国 想要造反 人人得而诛之 你 朕倒是要看看 到底是谁 才是妄中之兵 我母后预想勾结被敌 意图谋反 我先假意答应母后 想要先稳住他们 然后通风报信给皇兄 可现在被软禁在这里 我给皇上开的安神药里面 有助眠的效果 加到汤药里面 给这些士兵们分下 那我们就可以无声无息的 从这里出去了 起来吧 其实宇文逊勾结被敌人 被敌使团名义上前来一合 被敌里去暗藏杀机 这些朕全都知道 朕之所以包容他们 是想将所有的反叛者 全部救出 一网打击 皇兄 禁卫军副统领杨虎 已被臣帝控制 皇兄可以秘密审问他 获取更多详细的信息 清语 你以为你策反了杨虎 就能稳操胜券吗 你听见外面的喊沙声 那是北敌的精兵 忠于我的军队 他们此刻已攻入了皇宫 就你这点兵力 孤场难鸣 赵将 要沦为我的阶下囚 你真以为你瞒得了朕吗 子敦一事件以来朕就知道 你和北敌人勾结在一起 你拿太后当乡 暗藏兵马 计划的倒是不错 可你外面和北敌人的人马 恐怕已被朕消灭殆尽 我不信 你是在虚张声势 信于不信 由不得你 报 启离皇上 北敌伏兵和丞相叛兵 都已引入城内 全部服中 报 启离皇上 丞相不已经拿下 所有党羽一毛大线 我不信 我不信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丞相啊丞相 本王低估了秦玉 也高估了你 如今看来 只能束手就擒了 给朕拿下 快快跑 保护皇妃 朕本白手里的罪状 朕早就拿到了 与时去 过国殃民 证据确凿 朕现在 肃无杠落 朕前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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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没事吧 朕没事 自朕登基之时 朕就立下誓言 朕要建立天朝上国 可朕不是为了名垂千世 不是为了成就罢业 朕是为了我大印江山百姓 国弱 则人人欺凌 国强 则百姓安乐 丞相宇文逊 勾结敌国 破乱朝政 现已被阵辅诛 希望百官 以此为鉴 心系百姓 让我大印国民 生活在盛世乾坤之下 万岁万岁 万万岁 千万岁万岁 一切终于都结束了 还没有 朕还要去个地方 儿臣给母后请安 秦玉 我输了 最终还是斗不过你 今日这个结局 母后应该感到庆幸才是 您认为宇文迅对您忠心耿耿吗 他一心只想利用你 他只想为自己夺天下 若是今日他赢了 母后与川儿 必将死于他手 我答应江山要耕朝换代 与北敌勾结 注定只能让百姓 沦落于一族铁蹄之下 称王败寇 我无话可说 老杀就杀 谋反是不赦之罪 但您毕竟是朕的母后 是父皇的正妻 朕不会杀您 你不要再给我提起他 要不是当年 他对你一心偏爱 远离我跟川儿 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错了 父皇更疼爱的是川儿 如果更疼爱川儿 为什么把皇位传给了你呢 他当时年纪还小 生性甜淡 我大印周边强国林立 战事不断 此时的他登基 对他和大印都不是好事 一旦国家威王 他会成为大印的千古罪人 性命难保 父皇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 要朕保住大印江山社稷 要朕保住 母后与川儿一生平安喜乐 母后不知内情 朕无所怨言 但有一事 请母后相知 自朕登基以来 一心为国家百姓安居乐业 却不曾有过一己私情 朕也想卸下众人 过过普通人的日子 所以 朕会挑个日子 下诈退位 把皇位还给川儿 这些年他成长了 朕相信 他以后一定是个好 爱家做了那么多措施 皇上为什么不记前嫌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好了走了 你们看着啊 注意点 是 走 现在 一切真的结束了 真希望这个世界 不再有纷争 是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 没有争斗纷扰 大家都能开开心心地生活 那该有多好 你刚跟太后说了什么 朕和她说 朕想把皇位传给川儿 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 跟你长相厮守 好啊 这个世界哪些地方最漂亮 我都知道 我们一个一个去玩 然后想一个最漂亮的地方 盖一座房子住下来 安静静地生活 你一种我在的地方 如果留在这生活 你会不会想你来的世界 我会不会想你来的世界 也会 不过我不后悔 因为有你的地方 才是最美好的世界 映出你的模样 只剑点思量 雕刻了时光 眼角热斜阳 飞雪 我会不会想你来的世界 作%& 你一样的世界 你不想你会想你来的世界 这边 秦玉 秦玉 你不能死啊 秦玉 秦玉 书官 书官 你快出来 书官 书官 秦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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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的 我早就说过了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之后 不但失去了运气加深 而且 他还会被越来越多的厄运反噬 所以 我也没有办法救活他 求求你救救他 他不能死啊 能救他的人 只有你 是你的到来 使他改变了一切 也只有你的离开 才能让他继续做这个世界的主角 重新获得生的机会 让我想起 怎为你忘掉的谁 像抱贪离开时的喧态 我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痛着心扉 我以为何你出生如对 我就会运气加深的交叻 我以为亲世了就何不再 你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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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想让你活着 因为只要这些上天 秦云 对不起 我爱你 都还能相依偎 把爱寄托 下一刻梦会 让我想起 曾为你晃掉的谁 想抱歹离开时的生态 我终于明白 什么叫做同车的心扉 我爱你 伤双无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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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眼下的眉头都是泪 我定位只要珍惜伤悔 就可以让你忘掉相依偎 无论我如何配合你 都还不能相依偎 我 mount她 rewards io Allah 马上远 我不是要死了 我在想容。 她 cura 山顺 我宝双冯 不会的 我不会让你死的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是我这辈子 最快乐的日子 我也是 能够穿越过来遇见你 我一点都不好回你 本来答应你 要照顾你一辈子 可惜此 以后照顾好自己 好好好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是坐着 我不会让你死的 情愿 最后的结局 还是由我来写吧 自来也自清潜 等下无灭 往事恍若云烟 回眸之前 很远不求远 若你一言万年 不够苟远 只为我而留恋 爱恨重变 隐情悲欢 人不缺悦然 我便高举烈焰 燃尽风筝 一路与你并肩 要等回看 沉眠的 眼前 啊 啊 我便高举烈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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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夜的燈焰 一眼隐形的火 顶不住窗外的风 肆意的轮廓 而我所在 真的 不是吗 不敢抬的头 掩抹住嘴角的风 眼中的光不见 喂 今天你在交狗了吗 对不起啊 我可能得再修改一下 好吧 尽快啊 看着黑夜刺骨的风 和天真说再见了 今天已经泛黄的快乐 有些话不能好好地说 我不再是秋歌中归 你走 各位来宾 老师们 同学们 我宣布 秦岩希望小学 今天正式成立了 我们在一起的一番 我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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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宣布 你宣布 我宣布 严老师 给签个名吧 严老师 可以啊 谢谢严老师 放掉过往 把曾经多荒唐的想象 今后时光 落朵漫长 岁月无恙 别来无恙 就这样吧 回首摇晃 嘴角轻扬 我们就像 好 好